你知道报复一个女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 那当然是毁掉她的所有,玩弄她,折磨她 就是眼前这个冷弱冰霜的男人 作为近视集团的总裁,内心却如恶魔一般的阴暗 她的未婚妻林安亚本打算去巴塞罗那游玩 可谁知乘坐的游轮因为海啸肆虐,沉入海底 安亚也随之遇难,而她却把一切的责任归结到景桥身上 遇难的人本应该是这个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 原本这次游玩机会是学校给予的奖励 因为身体的不是 景桥把这难得的机会让给了她的好闺蜜亚亚 然而好心却办成了坏事 在她的内心,她宁愿代替她的闺蜜去死 她或许躲过了海峡,却坠入了一片更大的黑暗深渊 她不仅被林妈妈当面羞辱 甚至当着众人的面直接扇她耳光 还要日夜承受着那个恶魔般的男人四面 那个男人为了拆散她的男友林子安 竟让她签订一份结婚协议书 只是为了让她每时每刻都活在痛苦里 永生都得不到幸福 面对内心的谴责与痛楚 景桥也只能暗暗地接受 婚礼上的景桥是如此的美艳动人 面对神父的询问 靳延深许诺会爱她 安慰她,尊重她 并完成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 她看着景桥那迷人的双眸 直接吻了上去 景桥本能地将她推开 然而下一秒她却又松开了 只因为这是她欠靳延深和亚亚的情侪 深夜进家别墅之中 景桥被重重地摔在床上 面对这个高大而又冷漠的男人 景桥也恐惧占据了她的整个脑海 看着这个男人慢慢地靠近 她不禁喊出了声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情债吗 上天为什么如此不公 靳延深再次扑来 而景桥只能慢慢地承受 哪怕泪水流尽 她也只能慢慢地承受 因为她永远无法摆脱对亚亚的亏钱 这个女人一大早起来 却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 被子上只见一抹红色 旁边竟还有个刚洗完澡的男人 景桥瞬间崩溃了 为什么命运对她如此地不公 因为一次传难 她失去了一位最要好的闺蜜 为此还被迫签订结婚协议书 嫁给了一个恶魔般的男人 她的父亲因为欠了外债 拿走了她所有的存款 甚至还把她的房子给抵押掉了 她一分钱都没有了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好闺蜜陈倩给了她一线希望 至少还有一个人默默地陪在她的身边 听她倾诉内心的痛楚 和她一起面对生活的艰难 看着这么温馨的画面 你是不是也要伸出你的小手 给他们送上一个爱心呢 迫于生活的压力 景乔不得不到酒吧当服务员 只是因为这个来钱更快些 然而天不遂人怨 她竟然在酒吧看到了 那个恶魔般的男人 景乔微微地低下头 轻轻地把红酒递放到桌上 心里默默地祈祷 不要被靳言声认出来 因为她曾放话 没有她的允许哪里都不许去 景乔偷瞄着这个男人 准备慢慢退回去 忽然一只大手死死地把她抓住 看着这副阴沉的面貌 景乔吓坏 她不知如何是好 而那个男人给她递过来 一杯红酒并满难道 喝酒吗 那就给你喝个够吧 景乔心里想着 只要不在她朋友的面前 暴露敬少奶奶的身份 就不会给她丢脸吧 说着直接一饮而尽 只为了不让其他人 留下任何印象 她盯着景乔身心里 默默地想到 这下你可满意了 而那个男人愤怒地站了起来 搂住她的后腰 直接把她紧紧拥过快中 而这一切的目的 只是为了不让她露出这张脸 说着抱着景乔就打算离开 而她的朋友叶绿 却沉迷在温柔箱里 丝毫没有发觉 下一秒她却呆住了 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了 什么奇怪的场景 靖延身把景乔 直接扔到了后排座位 而此时的景乔 已是酒精上头晕头转向 当靖延身警告她 今天的事情 不希望发生第二次 她便直接对了上去 不过是打工赚点生活费 怎么金大少爷连着也要管啊 靖延身一脸怒意 显然景乔的话 已经触碰到了她的底线 而此时的景乔 已是烂醉如鸣 靖延身见词 也是无奈 只能明天再说了 忽然景乔抬起头来 只听偶的一声 喷得靖延身一脸 次日景乔从睡眠中醒来 她却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 还看到床上 有一抹红红的血迹 她瞬间慌了 靖延身你果然是个衣冠禽兽 本以为她还有点良知 结果竟趁我酒醉对我 忽然她小腹一热顿打一样 原来是远房亲起来了 对此景乔也是一脸欠语 这个男人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坏 靖延身突然捏住她的冷淡 靖说要给她找一份 符合需求的工作 景乔惊呆了 她又想做什么 恶魔总裁 竟把自己的新婚妻子拉去陪酒 关键还是一位丑陋的中年老男人 而只是为了和她的妻子堵上一口气 探着管家给自己精心打扮 景乔却是一肚子疑问 这景乔究竟想要干什么 难不成她要我去做陪酒吗 此时管家也送来了酒会准备的礼服 这裙子也太短了吧 我去酒吧是为了赚钱还债 靖延身你真以为我是去卖身的吗 次日酒会上 景乔身穿精致的礼服 搭配她那完美的身材 无疑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就连靖延身也为之心动 然而她却并没有给靖延身好的脸色 直接向她对道 你就算卖了我 我也要知道自己值多少钱吧 搞得景延身一脸猛逼 一旁的管家还想做出解释 然而景延身却阻止了 事实上她只是想让景乔待在身边 防止张总给她乱塞别的女人而已 而这个巨丑的男人 就是今晚逼批合作商 景乔看着这个猥琐的男人心里 也是慌得一笔 难道景延身真的要把她塞给这个猥琐男吗 然而一切比想象中还要糟糕 她竟然以陪酒女的身份 把她推给了那个丑男 既然是陪酒的 那今晚赚到的消费就归我个人所有了 景乔怒怼道 说完就事宜要和张总一起离开 而她却没有发现身后那个满脸愤怒的男人 这个猥琐的老男人心里则是乐开了花 直接带着景乔朝酒店报房走去 此时的景延生气的都要吐血了 说着就要管家把景乔拦下 她深知那个张总是个有虐待倾向的变态 然而一切似乎有点迟了 那个猥琐的男人在景乔的酒里加入谋药 景乔瞬间进入昏迷状态 待他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被紧紧地绑了起来 身体时不时还发出燥热的感觉 而对面的光着上身的猥琐男人 手拿皮鞭死死地盯着他 此时他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猥琐男人在他的酒里下了药 可现在的他根本使不上力气 而这个蜡烛燃烧所产生的气体 让他逐渐地兴奋起来 景乔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 再这样下去他一定会迷失的 他必须冷静下来 而只有先打开这个绳索 他才能自由活动 他便引诱着男人说道 不如您帮我打开手铐 我们来玩点新花样 猥琐男开心的一笔 伸手就像景乔的脸颊摸去 突然只听喷的一声 一只酒瓶从猥琐男人的头顶碎落 瞬间把那个胖男人整蒙了 这一切难道是景乔绅为他设的局 而景乔绅却懒得搭理他 只是让手下把他和那些照片 一起送给张夫人 景乔绅伸手查看景乔的情况 可谁知景乔一口咬住了他的手指 疼得他哇哇直叫 景乔怒怼道 景先生这样你可满意 对得景乔绅无言以对 而景乔绅也开始慢慢变得燥热起来 这个女孩大半夜在路上卖赌类丝 被他的老公抓了个正着 而他却骂他老公有病 就在前一天晚上 景乔绅带着景乔去参加酒会 因为赌气 他竟把新婚妻子景乔当作陪酒女 介绍给了一个猥琐的地产商老板 谁知那猥琐男竟是个变态狂 直接把景乔迷晕 甚至还玩起了美女与野兽的游戏 幸亏景乔绅即时赶到 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而此刻景乔完全已经失去了意识 景乔绅急于找钥匙帮景乔 打开手上的绳索 而却忽略了一旁 还在继续燃烧的运远香薰蜡烛 待他找到钥匙时 他已是面红耳赤浑身发烫 而此时的景乔 因为香薰作用已完全失去理智 直接向景乔绅的怀中扑去 景乔绅正打算带他回去 可景乔死死地扣住他的脖子 嘴里喃喃的念叨不 别走 下一秒直接亲吻了上去 此时景乔绅才发现这个房间有问题 然而他并没有抵抗住景乔的诱惑 最终修成了正果 次日 待景乔醒来 感觉有个人正把他拥在怀疑 转身一看 却发现景乔生静静地躺在他的身边 而他也想起了昨天的事情 他想着趁景乔生还没醒之前 先偷偷溜走 可一双大手搂住他的脖子 直接把他扔到了床上 并叮嘱他不要乱跑 管家会把早饭送上来 此时的景乔迅速地盖上被子 并问到景乔生打算如何处罚他 然而景乔生并没有打算责罚他 只是说了句 虽然我们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以后还是互不干涉的好 说着直接关门离开了 景乔也是一脸无语 互不干涉吗 也是 这样的确更好 还是想想该怎么赚钱吧 ICUM文化节上 景乔打算卖一些礼品来赚些生活费 因为他那精湛的演技 吸引了一群人的围观 而礼品很快就被那些热心的观众抢光了 现如今只剩下这一堆堵类似了 当他亮起嗓门开始吆喝的时候 一个男人急匆匆地向他走来 一言不合就把他拉走 景乔怒怼道 静言深你又犯什么病了 还没等他说完 景乔你到底有没有羞耻心 景言深怒斥道 景乔一脸不屑地反驳道 大清已经亡了吧 我自食其力卖点东西赚生活费 为什么要羞耻 景言深背对的静无言以对 静直接向景乔扑来 恶魔总裁静把自己的新婚妻子拉去陪酒 关键还是一位猥琐的中年老男人 只是因为妻子大半夜在路上卖赌类丝 妻子景乔也是一脸的郁闷 我自食其力卖点东西赚点生活费怎么了 是丢你的脸了吗 景言深境背对的哑口无言 将他推开怒怼道 静先生我记得你昨天早上还跟我说互不干涉 今天这又是玩的哪一出啊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一波翻云覆雨以后 景乔又累又饿 错过了晚饭只能自己煮点东西吃了 那景言深难道是跟踪狂吗 走到哪里都能遇见他 真会气 景乔难难地念叨 殊不知景言深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吓得他小心脏砰砰直跳 刚才那些话他应该没有听见吧 晚餐后 景乔重重地躺在床上 自己一个房间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陈倩帮他介绍了份新工作 所以晚上要早点休息了 次日景乔早早地来到了剧组 正当他和小伙伴打招呼时 静水墨竟映入了他的眼帘 景乔也是一脸猛逼 他怎么会在这里 一旁的小迷妹兴奋地讲道 现在拍的这部剧是他和秦沛导演第一次合作 也是他转型的第一部作品 简直拥有跨里程碑式的意义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粉丝滤镜吗 他在家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景乔不由地笑出声来 忽然 一个妖艳的女子从远处奔来 双手拉住静水墨的胳膊 在自己的胸前疯狂地摩擦 还邀请他晚上去他的房间一起讨论人生 小迷妹瞬间不爽了 举起拳头就要去给他上一刻 然而这个女人背后金主众多 连导演都不敢得罪 何况一个小小的场屋呢 而此时的静水墨也发现了景乔的存在 便直接走向前去和他打招呼 他好奇地向景乔问道 你是不是跟踪我 因为在我大哥身上占不到什么便宜 所以把目标换成了本少爷 景乔摆出一脸惊恐的样子并对道 静少爷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精神错乱了 怎么进满口胡话 静水墨被气得咬牙切齿 静以请假为由赶走现有的助理 让景乔来当他的临时助理 景乔还想反抗 一旁的导演直接发飙了 他也只能乖乖就反 这一下午的 又是倒茶又是打伞的 把景乔的骨头的搞得要散架了 忙了一整天 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了 正当他要入睡 只听耳边传来一阵阵小孩笑声 景乔缓缓地拉开窗帘 只见一个满脸是血的小孩 紧紧地趴在窗户上 把景乔吓得半死 当静延生赶来 那个小孩便快速地逃走 而静延生却只是叫了一声歌 霸道总裁深夜让新婚妻子半鬼 吓得这个男孩弯弯直叫 只是因为这个男孩半鬼吓他 害得景乔昨晚都不敢进房间睡觉 景乔困得实在不行了 眼皮像铅一样沉重 靠着房门都能睡着 他只能偷偷地跑到 静延生的房间将就一晚 静延生刚刚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吧 而此时的静延生 却已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 他的哥哥意外坠楼身亡 母亲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他的身上 甚至认为他就是个灾心 虽然是同样是亲身的 但是他从没有从母亲那得到一丝的疼爱 霸总说要把看视频不点赞 和没有狗头护体的都虐一遍 只要在评论区打出伤心 就能开启发光特效 帮大总安抚内心的伤痛 当静延生回到卧室 看到静延静静地躺在他的床上 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 却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而他也默默地把他拥入怀中 一日清晨 静延猛然惊醒 几点了我是不是要迟到了 当他看到时间还早 便打算再睡一会儿 谁知他的手指却触碰到硬硬的东西 突然一只大手死死地把他抓住 并质问他想要做什么 整的静延都与无伦次了 下一秒竟直接消失 因为早上那一幕 害得静延胡思乱想竟坐过了站 他慌忙地朝片场奔去 估计又得被老板骂了 幸亏机器临时出问题还没有开播 静延终于松了口气 可一旁的白冰竟让他去要静水墨的签名 无奈静延只能厚着脸皮贴了上去 可谁知一人猛地向他撞来 静延重心不稳直接向静水墨扑去 搞得静水墨一整天都是心不在焉的 也不知心里在想个啥 这可是他的婶人 绝对不可以胡思乱想 静延见此也是一脸诧异 是哪里不舒服吗 静水墨老脸一红直接飞蹲了出去 搞得静延一脸猛逼 下班之后静延刚刚打开房门 就看到静延生和管家在商量着什么 而他也得知他们在筹划着怎么抓鬼 听到管家说这是有人扮鬼搞的恶作剧 便也想参与其中 果然是又菜又爱玩的恐怖爱好者 静延生一脸鄙夷地说道你不怕吗 嗯 只要是人就不怕 静延满脸信心地回答道 静延生一脸坏笑说着就要给静延安排重要任务 这就是说的重要任务吗 静延一脸不悦地说道 你其实是想整我对吧 静延生并未过多地回答 只是让他静静地蹲好 忽然一阵樱光呼啸而过 那个小男孩再次出现在窗前 静延突然站起 只听了一声 吓得小男孩竟直接摔了下去 他刚想探出身子去查探情况 一只大手指直接把他拽了回来 并紧紧地拥入怀中 低语道不要出去 不要 而静延也感受到静延生的身体 在不断地颤抖 便问起缘由 待静延生发掘 快速地朝后边退去 而此时的管家也抓到了半鬼的凶手 幕后主使竟然是二少爷静水墨 静延大惊 为什么会是他呢 我平常只是和他打闹而已 他居然叫人这么对我 就算是恶作剧也太过分了吧 而静水墨也在训斥这帮仆人 一个在树上操控傀儡 一个负责血浆还加了音效 你们去设计鬼屋好了还干什么杂工啊 而罪魁祸首的就是这个吴妈 他不仅把二楼那个房间的事情告诉水墨 还故意把事情搞大 这个女人果然恶毒 做事风格果然和她一样令人厌恶 就连一旁的静水墨都被这个女人对得发狂 静延生则并没有过多灵魂 只是把这一帮人全都赶出静府 吓人们也是一脸震惊 延生少爷我可是夫人的人 她很快就回来了 要是看不到我她可是会不高兴的 那个老夫人怒道 是吗 那我倒是很期待 这个奶妈有点转 竟然骂自己的老板是狼仔 狼仔就狼仔 赶快给我拖下去搞死这给奶 景桥急忙地赶上来 延生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没事 没事就好 静水墨庸人都搞定了 你怎么说 以往都是让你抄抄抄 这次要让你吃不饱 来吧 车子现金银行卡都交出来 啥 不要啊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就是不能断我的银行卡 没他我就没法泡妞了 一旁景桥笑哈哈 爸总说要把看视频不点赞 和没有狗头护体的全部抓起来 只要在评论区打出加油 就会出现发光特效 水墨就能自由了 景桥你以为本少爷瞎吗 你敢笑我 家里保证你是川 管家会接送你回家 你饿不死吧 再商量商量吧 你再不放手就延长到一年 好吧 我认怂 我去睡觉了 景桥折腾了一晚上喝杯牛奶压压惊 今晚的事恐怕不简单 大晚上的还有谁在呢 原来是他 延生和张管家 他们还在讨论今晚的事吗 吴妈这个人平时很谨慎 这次应该是你妈 我妈 难道真的是我妈 看来她是利用水墨来试探我 故意做点措施来找茬 好吧 我很快就能见到她 这么多年了 为啥夫人就是放不下当初和您的恩怨呢 明明您也是她的儿子 不重要了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她 我宁愿自己不是她的儿子 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去恨她 好吧 那您早点休息吧 靳延生和靳水墨都是靳夫人的儿子吗 为什么听起来对待两个人的差别这么大 而且还处处防着她 靳延生对水墨看似严厉 其实处处照着她 抄抄书 努力打工还债 靳延刚推开门 我去 是她 她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看着这迷人的身材 靳延瞬间停不下来 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了 靳延生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 真是奇怪 靳延转过头再次看向门牌 没错是我的房间啊 说着再次把房门打开 我去 一个肌肉男直接起来 靳延你是要我请你过去吗 还敢关门 不是不是 我只是确认我有没有走错房间而已 靳延也是一脸的无奈 你不是说过不喜欢和我一起睡 为啥还要拉我过来 是吗 好吧 那我今晚允许你待在我身边 什么叫我允许你待在我身边 我待在你身边能干吗 我去 她不会是想要那啥 吓得靳延心里怕怕 我的妈呀 明天我还要早起工作 搞不起来呀 不行绝对不行 靳大少爷请放过我吧 恶魔总裁把自己的新婚妻子拉去陪酒 关键还是一位猥琐的中年老男人 妻子靳延却不计前嫌主动给她喂药 原来昨天晚上 靳延来到自己的房间 却看到靳延生赤膊躺在她的床上 当她想再次确认是否是自己的房间时 靳延生一言不发地把她抱了起来说要去睡觉 靳延瞬间慌了 难道她想要做些什么 然而靳延生只是轻轻地把她放在床上 说了声晚安 靳延尴尬地拉起被子挡住了她羞涩的脸床 原来她说的睡觉只是名词而不是动词 但是靳延总觉得今晚的靳延生有点怪 没有对她冷嘲热讽 还主动抱她 甚至还和她说了晚安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说着靳延用手指轻轻地戳了下靳延生的后背 并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看她没有反应便伸手摸向她的后背 好烫 刚刚太紧张了没注意 她身上怎么这么烫 靳延大声喊她的名字 而靳延生只是轻轻地嗡了一句 此时靳延才发现靳延生正在发烧 怎么办 这种情况要不要通知张管家吗 靳延也是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心中的小恶魔提醒她道 喂喂 这种时候就放她自生自灭就好了 她要是没了你不就自由了吗 不行 绝对不行 你要做一个善良的女孩子 哪怕她曾经欺负过你也不能见死不救 善良的圣母玛利亚反驳道 我配你个圣母玛利亚 这不叫善良 这叫啥 说着两个小精灵直接干了起来 行了行了 你们别再吵了 搞得我烦死了 还是先看看她的情况再说吧 靳延在她的脸上轻轻地拍打了几下 靳延生也终于醒了 靳延问她要不要叫张管家时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去我的房间 床头第一个抽屉里有退烧药 拿来给我 靳延很快地来到了她的房间 拉开抽屉 靳看到了好多药 这是治疗抑郁症的药 靳延生为什么要服用精神类的药物呢 她样子每天都在吃 算了 想那么多也没用 还是找到退烧药就回去吧 当她拿着药物站在她的面前时 靳延生却把她看成了自己的哥哥 而她也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 靳延则懵了 她为什么要叫我哥哥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靳延生直接抱了过来 把她紧紧地拥入怀中 靳延瞬间慌了 这人不会烧傻了吧 得先让她把药吃了才行 于是靳延生再次把靳延生推开 恶魔总裁把自己的新婚妻子拉去陪酒 关键还是一位猥琐的中年老男人 妻子靳延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在男人的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原来就在昨天 靳延生被烧得糊涂了 她死死地抱住靳延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哥哥哥 靳延也是无奈 总不能一直这样吧 必须把药吃下去才能慢慢地好起来 于是她轻轻地叫了声靳延生 那个男人却像孩子一样 轻轻地嗡了一声 我去这还是霸道总裁吗 简直就是只小奶狗 靳延顺手把她推开 并哄着让她把药给吃了 然而靳延生却又死死地抱住她 嘴里喃喃地说道 我不要松手 松手了你就会消失了 于是把靳延抱得更紧了 我不会消失的 不过你再勒下去 我估计就不好说了 听此 靳延生缓缓地松开双手 然而她的嘴里还在念叨着 哥 我想你了 她为什么会把我认成她哥哥呢 景桥也是一脸疑惑 她不就是靳家的大少爷吗 怎么还会有个比她大的哥哥呢 难道还有什么隐蔽的豪门人怨吗 忽然一根手指处碰到她的脸颊 景桥也从凡乱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 靳延生一脸呆萌地看着她 你怎么不说话 在想什么呢 景桥也是无语了 她想着赶快让靳延生摆药吃了吧 再这样下去估计得做噩梦了 于是景桥柔声细语地和靳延生说道 乖 我们先把药吃了好不好 可以是可以 不过我要你喂我 靳延生摆出一副呆萌的样子说道 而景桥也慢慢失去了耐心 好没问题 不就是喂药吗 说着把景延生的下巴一念 一个药丸飞快地塞入嘴中 并迅速地堵住她的嘴大 只听咕噜一声 很好 终于搞定了 说着她扶住景延生的肩膀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 期望明天能够好起来 正当景桥打算离开 一双大手死死地把她抓住 嘴里还喃喃地说道 不要走 这人生起病来怎么这么闹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算了 就让她拉着吧 一日清晨 一缕阳光从窗外射来 靳延生缓缓地睁开双眼 头好疼 昨晚我是不是又发烧了 顺着床踏望去 靳看到了景桥趴在床边 她应该在这里守了一夜吧 看着这个女人 靳延生心里也是饱含着深深的歉意 当她想伸手抚摸景桥时 只听恩的一声 景桥睁开了她心松的睡眼 新婚妻子被老公拉出去陪酒 意外被猥琐的老男人迷晕 差一点惨遭欺凌 妻子不但没有责怪老公 还在她的床前默默地守护一整个晚上 难道这个女人是有受虐倾向吗 还是说只是一个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就在昨晚 爸总意外高烧 整个人都烧懵了 景桥无奈 只能静静地守护在她的身边 一日清晨 爸总睁眼便看到一旁的景桥 难道她在这里守了一夜 看样子昨天应该把她折腾坏了 说着就伸手去抚摸她的额头 谁知景桥忽然睁开了眼睛 爸总触电般地把手缩了回去 装出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 景桥伸了身揽腰 顺手摸了下景延伸的额头 又在自己的脑门上比划了下 嗯 确认无误 已经退烧了 而此时的景桥却困得直打哈气 无奈 一会还要去清水员骗场 只能晚上再不觉了 带景桥走出了卧室 景延伸才缓缓地睁开了眼 而她的内心却是很矛盾 我又没有做亏心事 刚刚为什么要躲 裂束餐厅中 景水墨正在享用早餐 因为被哥哥没收了车子和银行卡 他只能靠管家接送了 景桥急冲冲地朝门口走去 生怕赶不上公交 一旁的管家却喊他过来吃早餐 还没等他回答 景水墨摔下手里的杯子 并开始对导 张叔 不要请无关紧要的人吃早餐 他不仅不配 还会耽误我的工作 景桥见此就准备兑回去 忽然他好像想起来什么 张叔 你是不是要送景水墨去清水园 是否可以顺路在我一程啊 当然可以 管家回到 可一旁的景水墨则不开心了 嘴里不停地嘶吼着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我的车绝不允许他上来 这可不是你的车 你说了不算哦 景桥回怼道 你行 我今天不去了 你休想搭顺风车 景水墨话还没说完 一声水墨从远处传来 吓得他只打哆嗦 你怎么还不去工作 是对我的安排有什么不满意吗 水墨瞬间耸了 没有没有 马上就去 看着景桥得意的样子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迫于哥哥的压力 也只能和他一起上路了 而此时的静言深 也正打算去清水园视察工作 这个女人一言不合 就被抽了个巴掌 而她的总裁老公 却装作没有看见 好心的小哥哥上来劝假 却反而激怒红衣女子 说着猛地抓住景桥的衣领 越是狠狠的一巴掌 打人的女人叫陈子然 是这电影的女二号 因为背后有众多干爹撑腰 对工作人员非打极骂 就连导演都不敢轻易得罪她 这女人也太嚣张了 总裁助理说着 打算去阻止陈子然 而静言深则阻止了她 她既然想要这份工作 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随她去吧 此时的景桥脸颊红得发烫 一丝血色从她的嘴角慢慢流下 而陈子然并未打算罢手 当她再次举起手臂 一双大手紧紧地把她抓住 女人刚想破口大骂 可一看是帅气逼人的静水墨 便不再纠缠 因为她深知静水墨的后台 是她不敢得罪的 水墨刚想过来问候景桥伤势 一双纤细小手便把她推开 别转过来 我 我流血了 你看到会晕血的 水墨也是一脸诧异 她竟然还记得我有晕血症 而一旁的导演却被刚刚一目所吸引 虽然挨了打 但是细节饱满情绪富有层次 助理 那姑娘表现不错 你去问问她是否愿意当陈子然的替身 而助理也很快找到了景桥 当她说到导演让她做陈子然替身时 景桥瞬间呆住了 嗯 我妈 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 当景桥换上了替身的装扮 果然是花容月貌倾国倾城 导演看了连连称号 而景桥也好奇地问道 导演 替身的工资是怎么算的 是不是比厂屋赚得要多呀 导演也是一脸无语 这小姑娘真是可爱 我还第一次见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当她知道替身要比厂屋赚得多得多 瞬间高兴坏了 我要赶快去要店买药 连好了就可以赚大钱了 还没等她出发 总裁助理却叫住了她 夫人 静总有请 景桥微微缩缩地来到了静延生的跟前 为什么每次都会遇到她 难道我刚谈好的工作就这么没了 不行 还债的日子就要到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我绝不放弃 静延生微微转过头来便问道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剧组 我 景桥顺势欲色 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然而下一秒她却鼓起了勇气 我是你的妻子 但同时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希望我们之间可以保持应有的尊重 所以 你这是要打算继续干了 是 没错 景桥瞪大双眸 死死地盯着静延生 而静延生一手拖住她的下巴 景桥却吓坏了 你 你想要做什么 新婚妻子被恶女欺负 霸道总裁却装作没有看见 事后却主动为她擦拭药膏 并还让她提供暖床服务 这个恶魔般的男人一手捏住景桥的下巴 吓得景桥顿时雨色 你 你想要做什么 景延生瞬间抬起手臂 朝景桥的脸庞挥去 景桥吓坏了 她紧闭着双眼等待着静延生的惩罚 然而一切却出乎她的意料 她的脸颊渗透出一股清凉的感觉 瞬间感觉不到疼痛了 当她睁开眼睛 却看到静延生威依在她的身旁 并细心地帮她上药 景桥看着这个认真的男人 她特意为我准备的药膏吗 你是不是看到我被陈子然打了呀 景桥好奇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忍让不仅不会解决问题 还会让打你的人更嚣张 她默默地低下了头 我也不想的 静延生的夫人 记住 谁在欺负你就给我打回去 有什么事我帮你摆平 景桥爽快地嗡了一声 而在她的内心也涌起一股暖流 这还是她那恶魔总裁吗 随后两个人开始打闹了起来 躲在一旁的净水墨却显得无地自容 我这是在干嘛 那可是我的大嫂 真是个自作多情的家伙 为了让景桥安心工作 景延生把他们安排到清水员五星级酒店 还没等她收拾完行李 景延生就发来了消息 让她五分钟之内赶到她的房间 景桥也是无语 这恶魔又开始折磨人了 景桥气喘吁吁地打开了门 便问到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可谁知她竟然只是饿了 所以我用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过来就是为了这 难道这堂堂五星级的酒店 连一个厨子都没有吗 景延生一手托住景桥的脸蛋 你的意见似乎很大吗 不愿意给我做饭 景桥连连甩头 不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超愿意的 准备好了一桌的饭菜 景桥正打算离开 然而景延生却以洗碗为由把她留下 景桥也是一脸无语 我忍 可谁知那个男人却得寸进尺 竟让她暖床 我去 我还要负责给你暖床 我受够了 你当我是免费保姆吗 保姆也没有暖床这种服务吧 你爱找谁找谁吧 老娘我不干了 而此时一只手从她的腰间穿过 直接把她扛到肩上 景桥 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今晚我就教你到底该怎么和我说话 女孩清晨起床 却发现自己寸丝不挂 压得一声便躲进被窝 而此时却有人正在敲门 该不会有人故意整我的吧 景桥看了看远处的衣柜 有了 下一秒 她身穿一系长衫 优雅地出现在门前 静水墨看着这个性感的女人 瞬间呆住了 而她的内心却有上千只小兔正在乱撞 景桥看着呆住的水墨 便挥了挥手 刚刚敲得那么急 现在又在发什么呆啊 景水墨老脸一红 瞎说什么 本少爷才没发呆呢 快给我让开 说着便直接朝屋内走去 景延深看到水墨便上前打起招呼 当她看到一旁的景桥 瞬间慌了 我去 你咋穿成这样就跑出来了 赶快给我回卧室 我的衣服找不到了 只能先借用你的 景桥气鼓鼓地说道 而景水墨也告知她的妈妈和爷爷来了 景延深顿时呆住 在她妈妈的眼里 她就是个灾心 她还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位母亲 忽然厨房传来一阵阵吵菜声 你又出来做什么啊 景延深怒吃的 帮你开门是错 穿你的衣服也是错 反正做什么都是错 还不如先填饱肚子 再听静大总裁训话 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你错在哪里 那你说说看 我到底错哪里了 景桥一脸好奇地问道 你错就错在 不该在水墨面前穿成这个样子 怎么她也是个成年男人了 成年男人怎么了 那我穿成这样你会心动吗 是 我会 景延深说着一把把她拉到怀里 而景桥却吓坏了 昨天景延深把她折腾得够强 害得她11点才起床 因此还差一点丢掉了替身的工作 景桥一把把她推开 我 我要去做饭了 说着一脸羞涩地跑开 而管家也把她的衣服送了过来 当景桥换上送来的礼服 景延深眼睛都看直了 就连一旁的管家都实话了 怎 怎么了 这衣服是不是不适合我 说着便打算把衣服换下来 站住 景延深突然喊住了她 马上就要出发了 你乱跑什么呀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我刚刚只是在想事情 景桥也放松了下来 原来是这样啊 而她将面对景延深的母亲 景桥也是一脸惆怅 听说那是个可怕的女人 男人扯下领带 便把身边的女子绑了起来 时不时还吞咽着口水 下一秒便去宽衣解带 而这一幕其实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霸道总裁却假惜斟作 就在刚刚 景延深带着景桥去机场接她的母亲 景桥轻轻地扯了下她的衣服 你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啊 她会不会讨厌我 景延深看着这个娇弱的女人 别想了 她肯定会讨厌你 就像讨厌我一样 忽然 对面走来一男一女 手握拐杖的便是景家的老爷子 而旁边的女子便是景延深的母亲 水墨见此直接扑了上去 老头却是一脸嫌弃 这都多大的人了整天搂搂抱抱的 看着一脸醋意的老头 水墨舔着脸蛋竟直接疯狂摩擦 景母竟发现后边还有两人 是她 她怎么来了 老头见此也是面无表情 水墨你怎么把那个扫把星也带过来了 真是晦气 什么 不是让我和大哥一起来接机吗 而且我的车被没收了 只能叫上大哥了呀 是不是那个扫把星又欺负你了 说出来爷爷给你做主 水墨摆了摆手 大哥对我好着呢 只是我自己不争气 就你傻 那家伙就是一头未不熟的狼 你迟早会死在那家伙的手里 而景母也来到他们的身边 你就是景乔吧 害死闺蜜然后嫁给闺蜜的男友 恐怕是蓄谋已久的吧 你说什么 景乔刚想对死这个老女人 静言深却一把把她拉住 母亲说笑了 景乔可是我的初恋 我们早就认识了 而且是那种一见钟情 母亲你也应该知道那种感觉吧 景乔似乎明白她的话里有话 转身便气呼呼地离开 景乔默默地看着一旁的男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难道他是为了不让我在他妈妈面前难看 故意编造的谎言吗 想不到我们的冷若冰霜的静大总裁 还有这么温情的一面 真是有趣 一个红艺女子从远处走来 而此人正是司徒集团合法继承人之一司徒集 而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和静水墨订婚 啥 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我的妈呀 我才不要娶那个女人 我又不喜欢她 景乔一脸尴尬地看着司徒集 你要不要出去一起散散步啊 谢谢你照顾我的情绪 司徒集看着这个文静的男子 心中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其实这种情况我早就料到 大家族的千金小姐都会因为利益而去联姻 利区使下的婚姻会幸福吗 景乔满脸疑惑地看着她 司徒集忽然扑磁地笑了起来 小姑娘还真是可爱 天真无邪的邻家妹子 你说的没错 我不会幸福 只是小乔乔你自己呢 你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了吗 此时景延生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说着伸手打算拉景乔起来 而景乔却巧妙地躲开 站起身来便打算离开 景延生也是一脸无语 我可没惹你吧 回去的路上 景乔便直接问道 景延生 我们的婚姻还要维持多久 你为了让我痛苦才取落我 这期间你怎么折磨我都可以 但是我想要一个期限 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的自由之身呢 自由 你觉得你有资格和我谈自由吗 景延生捏住她的下巴说道 而下一秒便直接吻了上去 景乔也是一脸无语 一手便把她推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景延生一把捂住了她的嘴巴 别说话 有人监视我们 顺着后视镜望去 远处的草丛中正有一男子在偷拍 景乔也是一脸慌张 为什么会有人偷拍呢 有人想确认你和我的关系吧 景延生说道 应该是那个司徒靖 他肯定是想通过和水墨订婚 得到靖家的支持 你说话就说话脱什么衣服啊 而下一秒景乔的座椅被放倒 景乔大惊 你不会在这里久 你休想 那个位置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借各位就可以了 景延生一把抓住她的双手 直接抽出领带 下一秒便把她绑了起来 既然作息那边要做得完美些 景延生你混蛋 红发女子犹如蛇女把景乔死死地缠住 而景乔也渐渐地失去意识 这个表面上看似温文尔雅的姑娘 背地里则是心机算尽的绿茶表 此人正是司徒集团合法继承人之一司徒靖 原本他计划和景家二少爷近水墨订婚 现如今却盯上了景家掌门人景延生 然而景延生并不鸟他 他却把心思放到了景乔身上 当他告知他真正想嫁的人是景延生时 景乔瞬间警告了 疯了吗 景延生是我老公 重婚罪犯法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的呀 你可以和他离婚了 真是有毛病 景乔说着就打算离开 然而下一秒他却停住了脚步 你的男朋友叫林子安吧 我还知道你是被迫嫁给景延生 应该并不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 景乔也是一脸诧异 难怪景延生处处要防着他 而司徒静也拿出了林子安禄给他的视频 看着曾经爱过的男孩 景乔不由地害怕起来 景延生要是知道他的存在 会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来 景乔愣愣地待在原地 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司徒静忽然来到了他的跟前 贴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道 我可以送你们出国 帮你打点好一切 这样你就可以去追寻你真正的爱人 景乔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听到景延生的声音 景乔猛然惊醒过来 司徒静见此便迎了上去 好巧啊 景先生 听说清水源景色迷人 所以想让景乔带我在这里逛逛 说着便看着远处的景乔 为了隐藏子安的秘密 景乔也是敷衍地说道 嗯 是啊 正好我下班了 所以就 景延生一手拉住了他 既然下班了就早点回家休息 太累的话我可是会心疼的 景乔也是一脸无语 这男人装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 司徒小姐 你应该知道水墨也在这里工作吧 比起景乔 你更应该找他陪你才是 而我们之间 最好还是少来往的好 景延生怒视着说道 但是我 还没等司徒静说完 景延生便拉着景乔离开 景延生 你要带我去哪里 说着景乔一手把他甩开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什么 景乔也是一脸疑惑 司徒静那样的女人 什么景色没见过 她会因为景色来这里闲逛吗 是不是当我傻 你竟敢和外人联手一起来跳 你的胆子现在是越来越大了呀 那么 想好自己要面对什么惩罚了吗 这个男人直接把女孩 逼动到墙角 女孩的身体瞬间变得火热 看着不断靠近的男人 景乔不由地咽了下口水 到底该不该把司徒静的事告诉他 但是景延生知道子安的存在就糟了 景乔 你到底隐瞒了什么 还是说做什么亏心事怕我发现 景乔瞬间慌了 再这样逼问下去我就要露线了 忽然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就急得正是水墨 而他也告知晚上有了家宴 让他们一起参加 此时的景延生却不再追问 只是让他暗示参加今晚的家宴 景乔深深地吐了口气 吓死宝宝了 不过以他的性格应该不会轻易放弃吧 不好了 有人落水了 景乔转头一看 一位工作人员指着远处的湖面 嘴里急切地说道 刚刚那人还在水面上使劲扑腾 现在已经沉下去了 景乔迅速地脱下鞋子 直接扑腾地钻入水中 而在不远处 他便发现了溺水男子 景乔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终于把他拉出了水面 众人也纷纷地把他们拉上了岸 然而不论服务员怎么拍打 男子依旧昏迷不醒 景乔也是无奈 直接给男人做起了人工呼吸 随着一阵阵的摩擦 男子也终于苏醒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朦胧的视线中 只见一女子和他说些什么 然后转身便离开了 男子看着渐渐离去的背影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相见吗 靖家别墅中 司徒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心机本 把家里的长辈们哄得犹如小丑 靖水墨身着一身黑色西装 从远处走来 然而他却不知今天的家庭聚会 其实是他的订婚宴 看着众人们奇怪的剧 他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水墨 你看到靖炎身了吗 看着身穿粉色长裙 楚楚动人的景乔 下一秒便羞涩地低下了头 啊 我哥好像在爷爷那里吧 景乔说着就打算去找他 你知道爷爷在哪里吗 你如果求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带你过去 而这一切都被司徒靖看在眼里 靖水墨和景乔的关系 应该很微妙吧 真是天助我眼 而景乔则独自一人 朝靖家老爷子的书房走去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老爷子在发表 而下一秒直接一个巴掌扇了过去 被打得正是靖炎身 而他也将要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恶魔总裁把自己的新婚妻子拉去赔酒 关键还是个猥琐的中年老男人 妻子不但没有生气 靖帮恶魔总裁对他的爷爷 老人火冒三丈 轮起棒锤就向景乔砸去 就在碰到景乔的一刹那 只听喷的一声 怎么感觉不到疼痛 殊不知 靖炎身帮他挡下了这重重的一击 他愤怒地看着老爷子 眼神中充斥着满满的敌意 让这个叱咤商业界的老人也变得浑身站立 最终 靖炎身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将脱离靖家 两者永远再无关系 而这一切只因为靖炎身开除了那个王妈 景乔告知那个恶毒的女人半鬼吓他 所以才被开除 而老爷子并未理他 这一切只是他的借口 在他的眼中 靖炎身就是他们靖家的一条狗 在他出生的时候 就被大师批命天煞孤星 会为家人带来诸多不幸 他的父亲并不相信这一切 执意把他留了下来 然而却因为车祸死在了一个雨天 而他的哥哥也同样遭遇到不幸 为了帮他拿树上的风筝 却因为没拉住 直接从楼上重重地摔了下去 这也是靖炎身这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画面 听此 景乔也是一脸伤心 他看着这个男人 他到底经历了多少痛苦和折磨 然而 他能做的也只有安慰他 守护在他的身边 这一切 都被站在一边的靖水墨看在眼里 而他也刚刚被告知 今天的晚宴是他的订婚宴 他正想找他母亲理论 然而司徒靖却叫住了他 要想让他们死心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我会在宴会上直接公布 我要嫁的人是靖炎身 看着眼前的女孩 靖水墨一脸诧异 他这是疯了吗 你不是喜欢景乔吗 我嫁给靖炎身 你娶景乔 这样不是我们都期望的结果吗 司徒靖贴着他的耳边悄悄地说道 靖水墨一脸震惊 这个女人竟如此阴险 靖炎身对他如此之好 他又怎能做出背叛的事情呢 水墨刚想拒绝 谁知却响起了一阵电话铃声 而他们也得知靖炎身和老爷子吵了一架 并打算脱离靖家 什么 机会只有一次 要不要把握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水墨也变得无比纠结 他到底该怎么做 女孩一脸痴情地看着男人 靖炎身我只想嫁给你 男人瞬间压麻呆住 这女人是不是有病 今天是靖水墨和司徒靖订婚的大好日子 靖母刚想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司徒靖却忽然阻止了他 所以才出现了刚才的一幕 不管靖母如何劝阻 他依旧不打算放弃 在他看来 这是他接近爱情最近的机会了 一旁的水墨顿时无语 这家伙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 此时的景桥却呆呆站在原地 没想到他会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来 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靖炎身了吗 你在担心什么呢 突然而来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靖炎身轻轻地把他拥在怀里 放心好了 你的男人谁都抢不走了 说着亲吻着他的手臂 景桥靖靖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瞬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此时的司徒靖却一脸尴尬 而身后也传来一阵阵的羞辱声 然而他并没有打算放弃 因为他还掌握着景桥的把柄 当他拿出林子安的视频时 靖炎身却显得格外淡定 为了避免局势再度恶化 靖母不得不假装晕倒 而宴会也只能宣布结束 此时的靖母才发现司徒靖的阴险 但他又不想放弃司徒家的资源 为了水墨他也是操碎了心 要不让我哥和景桥离婚 把司徒靖娶了呗 水墨一脸无语地说道 你果然是个笨蛋 司徒家的资源是你日后撑起靖家的资本 就靠你拍戏赚那点钱能干什么 那只能让哥哥娶了 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要不爷爷女母努力再胜一颗 老爷子瞬间进入暴走状态 你小子皮痒痒了吧 此时只有他明白 就算靖炎申娶了司徒靖也于事无补 因为靖炎申已决定要脱离靖家 而此时的景桥却异常坦克 面前的男人一直紧绷着脸 难道是因为林子安的事情生气了吗 他不会对子安不虑吧 下去 突然而来的声音把景桥吓了一跳 男人死死地捏住景桥的下巴 这就是你和司徒靖的秘密吧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是为了保护那个林子安吗 景桥大惊 他果然要对付子安 如果承认了他一定会杀了子安的吧 他极力掩饰 可男人依旧不依不饶 我会查清楚这件事情的 在这之前 你哪都不许去 在酒店乖乖地等我回来 在我回来之前不许睡 说着男人便驱车离去 而景桥静静地待在园底 这个男人又将会做出怎样的事来 女孩一脸红韵地看着男人 泥泥的眼神中闪烁着一脸歉意 只听呀的一声 女孩便直接摔倒在男人的怀里 此时的景言身变得不再淡定 那个 你这是在做什么 景言身一脸疑问地看着景桥 女孩瞬间又回到了他的怀里 还没等他反驳 男人已死死地堵住了他的嘴 画面也一度变得更加甜美 而此时的司徒静却显得格外气愤 因为他收到了一份奇怪的包裹 打开一看 只见他抱着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就在昨晚 景言身找到了他的好兄弟叶绿 他也得知这个男人叫程思南 作为司徒小姐相恋十年的男友 明明是已经死了的人 现在却出现在太平洋中的某个小岛上 此时的司徒静却变得尤为紧张 如果司徒家的长辈知道了这件事情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他也不得不找到了景言身 女人一脸委屈地求着面前的男人 甚至哭泣着要把司徒集团的所有股份 都让给景言身 殊不知这个女人只是在演戏 如果男人接受了他手上的股份 那他这辈子都没办法和景家脱离关系 而此时的景言身早就识破了他的诡计 司徒静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他依旧摸不透面前的男人 既然是为了交易 为什么又拒绝我手上的股份呢 说着他挺了挺胸脯 难道你是想要其他什么东西吗 那我们更应该约在酒店才是 坐好 男人一脸严肃地说道 突然而来的训斥让司徒静瞬间压麻呆住 而他也得知了金言身的两个条件 他不仅要把司徒家的股份转让给静水墨 还要让那个男人永远不能接近景桥 此时的景桥却全然不知 因为衣服被男人藏了起来 他不得不裹着被子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正当他感慨人生的悲惨时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却出现在他的面前 景桥一脸一问 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你是那个不小心落水的倒霉蛋吧 男人只是微微地一笑 对 不过不是不小心落水 是我为了体验溺水的感觉才跳下去的 景桥一脸无语 这年头还有这样的怪人 该不会是额上我了吧 他不由地往后退了紧 下一秒便撒腿就跑 男人看着远去的女孩 祈祷着能再次相见 为了消除男人的怒气 景桥只能舍身救济 看着眼前的女孩 她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景延生也渐渐地卸下了防备 为了脱离景家 她也成功地搞定了司徒靖 然而这个恶毒的女人 靖回送了她一个大礼 而她也得知订婚宴上 捣乱的不仅仅只有司徒靖 还有她的弟弟靖水墨 只因为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景桥 此时的景延生也陷入了无限的沉思 殊不知烟蒂已灼伤了她的手 她看了看时间 为什么景桥到现在还没有下班 她无意中来到了拍摄现场 却发现水墨和景桥再眉来眼去 景延生一脸怒意 让你出来工作已经很丢人了 为什么还和其他人打情骂俏 一旁的水墨略显不悦 大哥 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今天的事情是我调起来的 我就是讨厌她整套玩而已 此时的景桥也是一脸诧异 她刚想解释 景延生却并没有给她机会 她训斥着面前的女孩 并警告她们要保持距离 说着便拉着景桥打算离开 女孩猛地甩开男人的手 一路上她都没有礼景延生 你是想在车里过夜吗 下车 男人怒斥道 你是打算把我关起来吗 女孩一脸惊恐地看着她 说着她指了指窗外 男人一脸无语 果然是个愚蠢的女人 我要是把你关起来 就直接把你送进监狱了 干嘛还送到这里 这是我的私人别墅 以后我们就在这里生活了 忽然男人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她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那是她一个多年的好友 那娇滴滴的声音让她欲罢不能 她只能示意景桥先过去 当她打开大门的那一刻 竟被这豪华的装饰惊呆了 这果然是静言深的风格 忽然她看到远处 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 还时不时地动了几下 仔细一看 竟是一只大狼狗 景桥瞬间猛逼 那恐怖的嘶吼声 把静言深都惊呆了 女孩疯狂地朝男人跑过来 你 你屋子里有狗 说着她直接躲到了男人的身后 无奈男人只好挂断了电话 那是我的狗叫将军 你不用害怕 接着便示意狗狗过来 景桥一脸疑惑 你干嘛把她叫过来 我害怕 看着她慢慢地靠近 景桥竟直接扑到了男人的怀里 为了安抚景桥 她只能把狗狗关在门外 这一切却被一个猥琐的男人看在眼 这个人正是景桥父亲的债主 而他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刀疤男死死地抱住女孩 下一秒便去宽衣解代 女孩拼命地嘶喊着 然而此时的男人却变得愈发兴奋 忽然将军从身后扑来 他猛地咬住了刀疤男的肩膀 男人疼痛地撕心裂肺 哪来的死狗 一男子举起棒锤就向将军砸去 此时的景桥竭力地嘶喊着 他害怕 害怕将军会就此陨落 只听着一声 男子紧紧地握住手臂 并不停地嘶喊着 女孩瞬间转过头来 原来是靖延生 男人的眼神中透露出满满的杀意 看着魂不守舍的景桥 他默默地脱下身上的外衣 轻轻地披在女孩的身上 此时的景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他猛地扑到男人的怀里 滚烫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靖延生紧紧地抱着面前的女孩 他发誓再也不要让她受到伤害 而他也废掉了那两个男人 包括他们身后的人 而此时的景桥却沉默不语 我能走吗 我怕你 特别害怕 我怕你的冷言冷语 更怕你对我好 我永远都做不到你喜欢的 言听计从的妻子 所以靖延生 你放过我好不好 此时的靖延生一脸诧异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还记得我们签过结婚协议吗 除非我对你厌倦 主动提出离婚 否则你不能离开 甚至都没有权利拒绝我 景桥瞬间变得语色 他刚想说些什么 男人便亲吻了上去 场面也一度变得尴尬 就连将军都看得目瞪狗呆 靖延生轻轻地嘘了一声 而他也决定带着景桥出去散散心 忽然女孩接到了剧组的电话 是情岛组织的庆功宴 他甚是犹豫 因为他正为旅行做准备 然而白冰却再三请求 除了景桥他没有其他熟悉的同伴 景桥也只能同意 还没等话说完 靖延生却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也把庆功宴的事情 告诉了面前的男人 此时的景桥一脸忐忑 他生怕男人会再一次阻止 景桥一脸温情地看着他 没事 去吧 如果太晚的话我回去接你 景桥却满脸差异 他竟然同意了 经过了上次的那一件事 景桥也决定不再妨碍景桥 他要好好地珍惜面前的这个女孩 景桥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看着景桥的到来 白冰甚是欢喜 此时的水墨一脸深情 他正演绎着爱你一万年 他好像来的并不是时候 景桥也不由地涨红了脸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他们玩起了游戏 景桥一脸无语 他竟被惩罚和异性朋友伸吻一分钟 而这个剧组并没有其他的异性朋友 除非和靖水墨 女孩被迫要和异性吻一百分钟 而他却选择对自己的弟弟下手 景桥一脸羞涩地看着靖水墨 这是他认识的唯一男人了 他轻轻地扯动着男人的衣角 寒情默默地注视着他 水墨瞬间变得羞涩 可内心却有一万只小鹿在乱中 此时的白冰却略显不悦 只因为景桥动了他不该动的猎物 他刚想阻止 靖水墨却执意奉献这一百分钟 景桥一手搭在他的肩上 飞红的脸颊慢慢地向他靠近 就在即将触碰的那一刻 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景桥猛地转过头来 是靖延伸 他怎么来了 而他也告知需要和异性 深吻一百分钟的事情 还没等他说完 靖延伸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直接深情地吻了上去 就这样两人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 此时的水墨呆呆地坐在原地 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无奈 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喝着闷酒 殊不知已干完了食品二锅头 看着魂不守舍的水墨 导演不由地担心了起来 看来必须要找个人送他回去 而水墨却一再坚持 他执意要自己回去 谁知刚起身 那轻飘飘的身体便要倒了下去 忽然一人拉住了他的手臂 来的人正是景桥的好友白冰 他一脸殷勤地要送男人回去 两人一起来到了地下车库 水墨掏出手机就打算找人来接他 谁知小手一颤 手机直接落入了白冰的手中 女孩一脸惊慌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水墨告知他手机里有一个叫张叔的人 让他过来接我 说着便直接倒在了车里 下一秒便昏睡了过去 此时的白冰却露出了一副诡异的笑容 他把男人带到了酒店 并偷偷地解开了他的外衣 水墨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他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明里糊糊中好像看到了景桥的身影 而女孩也在慢慢地向他靠近 水墨瞬间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他死死地把女孩压在身体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我喜欢你都快要死了 而此时的景桥却一直陪伴在金言深的身边 他们正打算出去旅游 而目的地正是他老朋友傅文臣的庄园 景桥一脸疑惑 那个名字听起来好熟悉 难道是之前出现的那个女人 他一手甩开静言深 搞了半天你是来找老情人约会的呀 说着便气呼呼地走开 此时的静言深却陷入无限的猛逼之中 男人睁开心松睡眼 却发现一个陌生女子躺在自己的身边 女孩一脸满足地看着男人 心想终于找到了靠山 水墨却一脸猛逼 因为他根本看不上眼前的女孩 也许是酒喝得太多 他根本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 但女孩的描述让他进退两岸 而此时的白冰变得分外得意 一个邪恶的想法油然而生 此时的景桥还生着闷气 他吃力地拖拽着行李 静言深本想上前帮忙 景桥却直接回绝 场面也一度变得尴尬起来 忽然远处走来一个长发男子 那正是他的好友傅文臣 而静言深也告知傅文臣只是个男人 景桥一脸惊诧 男人怎么会这么漂亮 为了证明自己的男人身份 傅文臣竟直接撕开了衬衫 下一秒一个健瘦的男人出现在面前 景桥一脸花痴 这也太美了吧 差不多可以了 说着静言深直接遮住了他的双眼 忽然一阵急促的轰鸣声从远处出 直接从女孩的身边穿过 吓得紧瞧尿不湿都尿湿了 蒋浩天你疯了吗 静言深疯狂地嘶吼着 机车男似乎并不打算理他 下一秒竟拿枪指着静言深 他恨不得杀了面前这个男人 而一切都因为一个叫江染的女人 他们三人本是最要好的朋友 但后来 蒋浩天爱上了那个女人 而江染却更钟情于静言深 当他听到静言深结婚的消息后 他竟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自从将染自杀 蒋浩天就把静言深当作敌人 从那以后 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 静言深来这里说是为了旅游 其实是一场生死考验 因为蒋浩天曾救过他 而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还他的人情 虽然傅文臣帮他安抚了蒋浩天 但是静言深明白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更深 既然答应了傅文臣要解决这件事 静言深并没有打算反抗 他唯一担心的是景桥 他胆子太小经不起惊吓 然而傅文臣也承诺不会伤其分毫 待把静言深夫妇送回房间以后 傅文臣一拳狠狠地打在蒋浩天的脸上 蒋浩天本说要和静言深讲和 所以他才死气白赖去求他过来 现在却又让他去整静言深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然而蒋浩天还无法忘记死去的江南 他下决心一定要为他讨一个公报 看着如此失望的男人 傅文臣转身就打算离开 然而蒋浩天却把他死死地抓住 他知道仅凭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动静言深 说着他把傅文臣紧紧地抱在怀里 嘴里还喃喃地说道 帮帮我 阿诚 我现在只有你了 女孩身穿千万礼服参加宴会 殊不知却是一场鸿门宴 看似千千有礼的傅文臣 却已和蒋浩天秘密达成协议 他们想借景桥的手除掉静言深 而此时的景桥却全然不知 随着两颗子弹掉落 蒋浩天忽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提出可以原谅静言深 但是前提条件是要进行一场生死对决 只要静言深获胜 他们就可以冰释前写 看着面前的子弹 静言深有一种不祥的预言 但是他还是依然答应了蒋浩天的要求 毕竟他们曾经救过他 蒋浩天一脸不屑 他指着远处的景桥 对决的不是你静言深 而是他 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为女人而起 所以自然要用女人来解决 景桥变得分外紧张 那可是涉及到生死的较量啊 他忽然站了起来 并朝着蒋浩天就是一顿疯狂的输出 蒋浩天似乎被景桥激怒了 我和静言深讲话有你插嘴的愤吗 男人愤怒地说道 景桥刚想反驳 静言深却一把拉住了他 那温和的眼神告诉他 没有关系 这个对决我们可以答应 虽然觉得意外 但景桥还是默默地同意 看着景言深夫妇已经上钩 蒋浩天把目光转移到了傅文成身上 此时的景桥却特别的慌 因为他对射击一窍不通 这你不用担心 静言深只是微微笑道 因为他有信心交汇景桥 而他们也约定三天后靶场上见 为了能够取胜 景桥每天练习25个小时 然而结果依旧不尽人意 此刻他想死的心都有 这样下去等到后天对绝非输不可 景言深却格外淡定 他依然很有耐心地陪着景桥 经过一番贴身指导以后 景桥竟连续打出了几个失环 此时的景桥信心大增 两人就这么甜蜜地又苦练了两天 景桥的射击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 而此时的景桥天却把一只手枪 递到了傅文成的手中 后天的比赛让景言深的女人用这把枪 他已经找人磨平了螃蟹 就算他是专业的狙击手 也不一定能打中 傅文成只是缓缓地点了根烟 他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 景言深在墙 也不可能三天交出一个神枪手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还是把枪塞到了傅文成的手中 傅文成本想拒绝 景桥天却直接抢走了他手中的烟 并直接抽了起来 傅文成见此整个脸都刷红了 傅文成带来了一个短发女人 那干练的样子看起来很强 看到比赛的地方竟然没有靶子和枪械的布置 景言深显得格外好奇 傅文成也告知今天的对决用人当靶子 而他也把那把被动过手脚的枪递给了景桥 景言深也颇为意外 他从没有想过他们竟然会用对付死敌的方式来对付他 此时的景桥突然害怕了起来 他瞬间打算放弃这个对决 景言深却变得格外坚定 他决定奉陪到底 随着一声枪响 蒋浩天旁边的苹果顺利地被击碎 短发女人挑衅地看着景桥 景桥浑身不由地哆嗦了起来 我一定会弄伤她的 说不定我还会杀了她 此时的景言深也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只听不听一声 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 女孩举起手枪瞄准了自己的老公 而他却不知手枪早就被人动过手脚 只听不听一声 苹果瞬间炸裂 景桥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他成功了 殊不知他已经在男人的脸上 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 看着此时的景言深 景桥一脸歉意 没想到他还是射伤了他的老公 而蒋浩天则是一脸怒意 没想到他的运情那么好 竟然没有死 景桥急忙拿来了医护装备 他颤抖着把景言深清理伤口 你再这样抖下去 我的伤口可就不止这一个了 男人忽然转头说道 景桥更加自责 要是他再准一点的话 景言深就不会受伤了 这与你无关 你用的那把枪应该被动过手脚了 发生意外的概率应该会有90% 而你只给我留下了这么一点擦伤 不仅是你的实力 还有运气 所以你不要再自责了 听此女孩继续给男人擦拭伤口 可那把枪是傅文成给他的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景言深一脸严肃起来 一切都不重要了 毕竟这是他欠下的 看着心爱的男人 景桥无比的心痛 他凑到男人的身边 并尝试着给他吹一下伤口 谁知男人一把搂住了他的后腰 并把他壁咚到沙发上 要可不是这么伤的 女孩一脸好奇 那 那要怎么上呢 男人一把扯下自己的领带 并顺手丢了出去 下一秒便轻吻了上去 景桥一手把他推开 景言深 你还受着伤呢 绝对不可以 景言深一脸惊诧 平常温柔的像一只小麻雀 今天却开始管起他来了 看着双手还凶的景桥 景言深瞬间展示出霸道总裁的气魄 他紧按住女孩的双手 并深情地吻了上去 可你的伤口还没有处理好 景桥默默地念叨 然而景言深却并没有理他 有你就够了 而此时的傅文成一脚踹开了蒋浩天 突然而来的吻让傅文成受宠过惊 你不是就喜欢这样吗 男人一脸脾气地说道 从很久之前我就发现了 你喜欢跟在我的身边 喜欢收集我用过的东西 喜欢时时刻刻和我待在一起 以前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明白了 现在我就在你面前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难道你不喜欢这样吗 说着蒋浩天就打算离开 傅文成一手抓住他 最终他还是决定帮蒋浩天除掉景言深 女孩因为穿得太少被意外冻醒 抬头一看竟然零下30度 她迅速地躲回被窝 并时不时地打着哆嗦 看着心爱的女人 静言深显得格外心疼 她一手拉住景桥 并把她拥入自己的怀里 女孩瞬间觉得无比的温暖 昨天的生死对决 景桥吓得魂不守舍 如今失败的应该也算告一段落了吧 谁知傅文成却送来了一封信 而信里的内容 则是下一场对决的时间和地点 景桥一脸疑惑 难道不是我们输了就结束了吗 为什么还要对决 景言深心里很清楚 对他们来说对决才刚刚开始 为了保证景桥的安全 他打算把女孩先送回去 听到明天可以回去 景桥开心至极 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景言深只是答应把他送回去 但自己却并没有打算走 因为他想把所有欠下的统统还给他们 即使付出自己的性命 当他问到这次是什么对决时 男人告知他竟是登山 两人一组 谁登的最高谁就过上 听此景桥终于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又是设计这种危险 说着就拍着男人的肩膀 这次我就勉为其难地留下来帮你 你想得太简单了 男人微笑着说道 那座山峰海拔三千米以上 山顶中年积雪山内气候多变 而且那里还布满了毒蛇毒肘 一旦不小心被咬 就有可能被劫之的危险 不仅是这样 山里还有熊和狼的存在 景桥瞬间无语 他紧紧地捂住了男人的嘴 你你你不许再说了 静言深拉开了他的手 并告知这都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蒋浩天也不可能 错过杀我的任何地位 你跟着我只会有无从无尽的威胁 男人淡定地说道 所以你还是回去吧 如果我死了 你不就正好自由了吗 说着男人就打算去联系回程的几条 景桥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 我走了你怎么办呢 比赛是两人一笔 我走了你到哪里去找另外一个人 你既然把我从家里带回 所以你也要原原本本地把我带回 静言深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爱人 下一秒便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 而他也承诺把景桥平平安安地带出去 随着直升飞机的降落 静言深夫妇也顺利到达了登山地 随行的人员递给他一只球就信号球 打出了这个就意味着对局失败 当驾驶人员准备回去的时候 景桥却递给他一封鞋给傅文成的鞋 而此时的蒋浩天却并不打断登山 因为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 女孩尿急想上厕所 男人却给他递过来一瓶水 女孩急得面红耳赤 男人却在他面前咕咚地喝个不停 无奈 女孩只能羞羞地告知自己想要方便 静言深这才恍然大悟 说着便给景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 女孩却一脸羞涩 他叮嘱着景桥不要走远 男人刚刚离开 却听到一声惊恐地尖叫 他疯狂地朝景桥跑去 只见一条白蛇出现在景桥的面前 糟了 是毒蛇 景桥瞬间紧张了起来 景桥千万不要乱动 蛇的势力不好 一般只会攻击一动的物体 女孩哽咽着说着知道了 毒蛇依旧慢慢地向他靠近 而景言深也看出了 他摆出了进攻的姿势 忽然毒蛇猛地扑了过来 女孩吓得紧闭着双眼 难道他今天要陨落于此吗 景言深不顾自己的安危 一脚踢向了毒蛇 毒蛇转过头来 直接咬住了他的小腿 男人瞬间如实话了一般 然而天不遂人怨 天空竟下起了大雪 景桥一脸担忧 景言深的伤口只是做了简单的处理 现在又下雪了 他建议男人放弃比赛 直接给傅文成发信号求救 然而景言深却并没有答应 现在气温太低 他们不能在大雪内等救援 要先找到地方避雪 景言深心里很清楚 就算发了求救信号 傅文成也不一定会来救他 此时他必须要把景桥安顿好 这样就算他死了 景桥也能自己走出去 女孩却一脸茫然 这里到处都是树 哪有可以避雪的地方 景言深依稀记得这附近有一个山洞 凭借着模糊的记忆 他们也顺利地找到了那个山洞 而此时的傅文成也收到了景桥的来信 此刻的他显得无地自容 蒋浩天也一脸疑问地看着他 而他也告知靳言深竟然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已经做好了用自己的命来还债 蒋浩天却一脸不屑 靳言深这种人怎么会有这种良心 傅文成却已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他死死地盯着蒋浩天 阿晨 我知道你心里不输 但他们现在已经在山上了 蒋浩天上前安慰道 开工没有回头见 不是吗 傅文成内心还在煎熬 他到底该不该救靳言深呢 然而管家的一戏话让他毛色顿开 人这一生的确要经历许多事 但再也没有比生死更大的蛇 忽然天空中闪现出一颗信号弹 显然靳言深出事了 因为蛇毒的作用 此时的靳言深已经昏死了过去 女孩拿刀直接划开了男人的衣服 下一秒就开始用嘴去吸 因为蛇毒还在体内 伤口已经开始恶化 景桥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只希望他的男人早一点苏醒 片刻之后 靳言深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到已经包扎好的伤口 他显得格外惊诧 女孩也告知蛇毒已经被他吸出来了 男人却勃然大怒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万一你口腔内有伤口 连你也会中毒的 景桥忽然变得沉默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吧 男人瞬间变得语色 这女人真是傻得可以 说着他拿起背包 天一亮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下了一夜的雪路会很难走 你要小心 我已经发过信号了 我们不是应该在这里等救援吗 景桥一脸好奇地问道 救援不会来了 不知傅文臣的救援队已准备出发 他们已经成功定位到信号弹发出的位置 傅文臣刚打算登机 忽然一个男人叫住了他 是蒋浩天 他一脸疑惑地质问傅文臣想做什么 当傅文臣告知他要去救静言绅士 蒋浩天发了风势地握住他的手艺 我们就快要成功了 为什么你现在要去救他 因为我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 你和阎神对我来说是不同的 你就像我的弟弟 虽然你任性胡闹肆意妄为 但你始终是我的至亲之人 就算你骗我耍我利用我 我都不介意 因为我心甘情愿 但这世界没有什么比生死更重要 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傅文臣是在意你 但不能因为这个就害了朋友 蒋浩天依旧不死心 他紧紧地抓住傅文臣的手臂 就算静言生死了也只是个意外 和你我都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你现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以后可以一直陪着你 不需要 傅文臣一把推开了他的手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们之间结束了 永远 蒋浩天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有点不敢置信 傅文臣竟然为了静言生放弃了他 而此时的景桥 背着静言生艰难地行走着 他安慰着男人 他们一定会顺利地走出去的 静言生劝他放下自己 不然他们全都会死在这里 然而景桥却依然拒绝了 他疯狂地嘶吼着 你答应我要把我带回去的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一辈子不原谅你 静言生 景桥拼命地嘶喊着 他怕男人这一睡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女孩忽然觉得胸口好闷 谁知男人却把他当作阅读架 关键位置还刚刚好 你就是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的吗 女孩说着就猛地咬住男人的手 看着深深的齿痕 静言生却并没有责怪景桥 因为这个女孩为他付出的太多 就在刚刚 女孩一脚踩空 两人从雪山上摔了下来 他疯狂地嘶喊着静言生 殊不知自己的膝盖已被严重地擦伤 看着眼前的男人 疲劳的身体已经显得利路从心 然而他并没有打算放弃 他用绳子把男人紧紧地绑在自己的身上 并艰难地迈着每一步 即使小腿在不停地颤抖 他依旧坚持着 他坚信一定会把静言生安全地带出去 忽然一阵猎犬的叫声传到了他的耳里 难道我出现了幻觉 怎么听到了狗的叫声 殊不知傅文臣的救援已经赶到 当他来到山洞 却发现静言生已经离开 沿着下山的脚印 他终于找到了景桥 而此时的女孩直接倒了下去 他太累了 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 而此时的静言生已经苏醒 看着他们安然无事 傅文臣便打算离开 然而静言生的一席话让他停住了脚步 我的命是你们两个就回来的 那时候 我被爷爷丢在乡下的老房子里 几乎就要饿死 你们破窗而入 并拯救了我 或许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我来说却是无法回报的恩情 我欠你和蒋浩天一人一条命 如今已经都还清了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之间都没有任何关系了 傅文臣还想解释 但静言生并没有给他机会 无奈 他只能独自离开 这一切应该都是他自作自受吧 此时的静言生慢慢地靠向景桥 他打算犒劳一下面前的女孩 你要干什么 景桥一脸紧张地问道 看着男人慢慢靠近 他猛地从床上跳了下来 你踢到我伤口了 静言生摆着一副痛苦的模样 景桥瞬间心疼了起来 没事吧 快让我看看 谁知男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并直接把他壁咚到床上 景言生你疯了吗 这可是在医院 你就不怕医生进来吗 没关系 我已经说过不让任何人打扰 那 那也会有声音啊 所以你要安静一点哦 说着男人便亲吻了上去 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景桥终于安全回到家中 将军欢喜地直接扑到了他的怀中 还不停地舔着他的脸颊 谁知静言生竟然吃醋了 他训斥的将军赶快闪开 扑人是很不好的行为懂吗 将军一脸委屈 他祈求着主人的原谅 女孩却并不介意 说着就和狗狗玩起球来 他会认为这是对的 以后你在进门的时候 就很容易再被他扑倒 他扑我是因为喜欢我吗 说着景桥一把 抢过了他手中的球 小狗狗的使命就是快乐开心 说着继续地玩耍了起来 照这样看来以后 孩子可不能让你带 会被你宠坏的 男人嘀咕着 什么孩子 景桥一脸好奇地看着静言生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猜不要嘞 你这个家伙坏得很 这样啊 静言生默默地看着景桥 你想干嘛 你还惊恐地说道 还没等男人回复 静言生便把他扛了起来 你不是问我想干什么吗 我现在就正式回答你 就是你想的那个 片刻之后 门铃忽然想了起来 快递员送来了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 竟是一堆手工羊毛线 景桥一脸疑惑 干嘛给我系这个 而他也得知是好朋友陈倩送来的 他想要景桥帮他 织一条纯羊毛围巾 还没等他反驳 门铃再次想了起来 好了 这好了告诉你先挂了 说着景桥赶快地打开了大门 是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 他好奇地问道 谁知一束鲜花 递到了他的面前 是静水墨 他怎么来了 景桥一脸嫌弃地 看着面前的男人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女孩好奇地问道 这房子还在装修的时候 我就来过 要真的论起来 你才是那个第三者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做什么 静言生刚刚出去 你要是找他的话 去他公司 你是不是有个朋友叫白冰 你最好提防着他写 怎么了 他还是你的粉丝呢 有什么问题吗 以后别跟他接触了 他不是什么好人 男人严肃地说道 景桥一脸猛逼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难道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发生了什么 不可描述的事 男人瞬间语色 你爱信不信 反正我话已经带到了 说着便打算离开 看着远去的静水墨 殊不知他要准备 对那个绿茶下手 男人因为情场失忆 猛干了十平茅台 下一秒便直接倒地不起 绿茶表见机 就打算送男人回家 谁知却把他带到了酒店 事后便拿着手机 要挟男人 让他做下一部电影的女儿好 静水墨一脸不屑 就你那点小伎俩 你还真把自己当算半了 怎么样 下一步是打算发微博 还是投到哪家娱乐新闻呢 你怎么会知道 白冰一脸惊恐 你这种把戏我见多了 给你那些钱 是想给你留些脸面 如果你觉得这点东西 就能威胁我的话 那你就错了 无论媒体还是网络 你尽管发 要是能掀起一点水花 都算我输 静水墨说着便打算离开 那景桥知道你喜欢他吗 那天晚上 你可是一直喊他的名字 男人忽然停住了脚步 要听听看吗 女孩说着便放起了录音 景桥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喜欢的快要死掉了 静水墨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 上次在庆功宴上出现的 那个男人是你哥哥吧 如果他知道 还没等女孩说完 男人一手抢过来手机 猛地摔在地上 给你脸 你不要脸是吧 男人怒斥道 白冰害怕地退了几步 你 你就算摔了手机也没用 我已经上传云端了 到时候我不仅告诉你哥 我还要告诉景桥 无奈 静水墨只能妥协 我可以带你进这个圈子 但那部电影的女二号 不是我说了算的 后天有个宴会 我会把你介绍给投资人 白冰瞬间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他终于成功了 光鲜亮丽的生活在等着他 而他们也预期来到了宴会酒店 看着到来的静水墨 白冰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刚想搭着男人的胳膊 静水墨却直接躲开 我和你的关系没那么好 不要靠近我 好吧 女孩一脸不屑 今天到场的都是投资人 只有他们有决定角色的权利 说直白点 你只有把他们打点好了 才有可能拿到角色 女孩瞬间无语 我不是你带来的人吗 难道我还要去迎合他们 我就算在红 说到底也只是个小模特而已 你不会真以为靠着我就能万无一失了吧 白冰此刻却犹豫了起来 拜托 我带你来这儿已经很不合规矩了 你要处理不好丢的可是本少爷的人脉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到底要不要进去 女孩又犹豫了片刻 马上就要完成我的梦想了 我怎么能在这时候退缩呢 我准备好了 耍镜心机控制静水墨 而男人也答应拧见他认识电影的投资人 看到静水墨的到来 投资人立马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静水墨刚想寒暄几句 女孩却甜不知耻地凑了上去 李总您好 我叫白冰 我对秦岛的下一部电影很感兴趣 想参演女二号 秃头男人一脸猛逼 水墨老弟这是你带的人 我以为我的规矩圈内的人已经很明白了 静水墨一脸尴尬 这个不怪水墨哥哥 是我非要他带我来的 你要怪就怪我吧 女孩嗲嗲地说道 李总您也看出来了吧 我也是被他缠得没办法 所以才来找您帮忙的 原来是这样啊 光头男瞬间摆出一副猥琐的表情 小姑娘 既然你是水墨老弟介绍的 那怎么说我也要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要试试戏哦 女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终于成了 她暗暗窃喜 说着就和投资商离开 而静水墨也收到了一条消息 她也得知之前在酒店根本没有发生什么 女孩一直在撒谎 静水墨变得无比愤怒 她恨不得把女孩撕碎 而此时的白冰则略显尴尬 她试探着询问电影签约的事情 然而秃头男人却一脸无辜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能演那部电影吗 女孩却一脸惊慌 我们不是都已经 你想多了吧 是你自愿的我可没有逼你 可静水墨明明说可以的呀 女孩还不打算放弃 就凭你 你也配 你对静水墨用了什么手段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不是喜欢录像吗 昨天你的表现我都帮你录下来了 你要是在感动什么坏心思的话 我就发给你家人和朋友 说着秃头男人便摔门离去 来冰泪如雨下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而此时的静言深正忙着处理积压下来的文件 助手却告知她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她听到林安亚很有可能还活着时 她顿感吃惊 那冰冷的表情瞬间凝固 你知道我在各行各业都有朋友 有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 在我家里看到了安亚的照片 说在医院曾见到过她 要查查看吗 你现在和景桥的感情很好 虽然你不承认 但是我能看出来你真的喜欢她 可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安亚的话 那你们怎么办 静言深瞬间语色 不如就当没看见吧 不行 你知道安亚对我来说 是和其他人都不同的存在 我不可能在听到这种消息后 还无动于衷 如果她真的还活着 那我和景桥也只能 男人一回家便扑到女人的怀里 内心的折磨让她瞬间觉得好累 女孩一脸好奇 她抚摸着男人的脸颊 是工作太辛苦了吗 还没等她说完 静言深一把搂住了她的后腰 并紧紧地拥入怀中 你这样会让我很想问你 景桥瞬间紧张了起来 哎呀 我还是去给你热饭吧 说着便快速地跑开 都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这么害羞 忽然她看到桌上 放着建筑相关的书籍 我记得你之前 办理了一年的休学 现在还没到时间 怎么突然开始学专业课了 景桥一脸惊慌 之前办休学 是因为安亚出了意外 需要我处理一些事情 再加上我父亲的外宅 所以才停了一段时间 该死 怎么越解释越乱了 静言深该不会以为 我忘了安亚的事 对她不尊重吧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就回学校继续上课吧 而此时的助手 已经确认林安亚还活着 虽然林家的人给她换了名字 但长相却改变不了 有查到为什么要换名字吗 这倒没有 不过应该跟她的身体有关 这是她经常来的那家医院 算算时间应该也快出来了 忽然 静言深犹如触电一般 一对母女从医院走了出来 而那个年轻的女子 正是她的未婚妻林安亚 还没等助手反应过来 静言深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她情不自禁地叫这女孩的名字 然而女孩只是紧紧地攥着拳头 并背对着静言深 母亲提醒她静言深来看她 而女孩却始终不愿意回头 因为情绪激动 她甚至疯狂地嘶吼了起来 我不是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安亚 说着便扑到母亲的怀中 男人便尝试询问事情的缘由 林母一脸无奈 你现在有时间跟我一起去安家一趟吗 看着不断颤抖的林安亚 静言深显得无比担心 而她也答应去一趟安家 女孩因为传难意外死亡 现如今却出现在男人的面前 然而她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未婚服 静言深为了搞清事情原委 她决定去一趟安家 刚推开门 女孩便快速地跑上楼去 她不愿意和男人多待一分钟 我母 安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她遭遇了海难吗 林母长叹了一口气 而她也告知安亚在海上遭遇风暴后 被一个路过的渔民救了起来 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没想到 那个渔民竟将她囚禁了起来 什么 男人显得无比的震惊 传沉没后 亚亚好不容易登上了救生艇 但因风暴太大 救生艇也被打翻了 她也就此失去了意识 等她再次醒来 就已经在那个渔民的家里了 亚亚请求她帮忙 渔民竟把她锁了起来 还要亚亚嫁给她 最后 亚亚和他们村子的一个小姑娘交了朋友 托她给我送来信件 不然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我的女儿了 说着林母开始痛哭了起来 那那个渔民呢 她现在在哪 静言深好奇地问道 渔民的是你不用担心 我们已经处理了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亚亚 她刚回来的时候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糟糕 我本想通知你的 可她死活不让 言深 你是亚亚在这个世上最在乎的人了 你可不可以多来陪陪她 静言深欲言又止 伯母的意思应该不是单纯的陪伴 而是让我践行对安亚的沉默 那景桥该怎么办 此时的静言深变得无比心痛 她该如何抉择呢 然而她还是先打算去看一下林安亚 殊不知此刻的景桥已经怀孕 她办完入学手续 正打算和闺蜜陈倩出去吃烤肉 谁知景桥开始有一阵阵的呕吐的反应 而她也猜到了自己应该是怀孕了 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想 他们来到了医院 事实就如景桥猜想的那样 她已经有五周了 此刻的女孩满心欢喜 她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静言深 殊不知面临她的却是另外一种结局 女大学生意外怀孕 总裁老公却悄悄地找她的闺蜜 闺蜜抽气着躲在门后 她没脸在面对曾经的未婚夫 因为那恶毒的愚名 不仅把她锁了起来 还夺走了她的清白 安亚觉得自己再也配不上静言深 你能回来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不是吗 男人安慰着说道 听此 女孩缓缓地打开了房门 然而悲痛的泪水依旧流个不停 言深哥哥我是喜欢你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 如果不是奶奶当年对你的恩情 你是不会同意和我在一起的 因为你并不爱我 我本以为因为你的家庭 永远无法对人敞开心扉 可是 你和景乔在一起的时候却很开心 静言深颇为意外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就在我康复不久之后 我去过你家 那时候你和景乔一起在散步 我从未见过那样鲜活的你 你眼中有感情 有欲望 有一个男人面对他爱的女人时 该有的所有反应 那是我这辈子和这个人生最期待的场景 但那个人却不是我 静言深刚想解释 然而安亚却阻止了他 言深哥哥 我知道你是一个看重承诺的人 可如果你现在来接受我 来迎接一个残破的我 那我最后也得到的也是一个残破的 同时也会伤害我最好的朋友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所以言深哥哥 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幸福 我请求你 不要再管我了好吗 女孩抽烟着说道 林家对我有恩 而且伯母 我的幸福和我妈没关系 你不用听她的 林母却急忙赶了过来 你怎么又开始胡闹了 婚姻乃人生大事 其实你说不想要就不要的 更何况言深这么重情重义的孩子 怎么可能说不管你就不管你 安亚还想继续坚持 然而林母直接安排丫鬟 把她送回了卧室 言深 穿不起林家 更何况还经历了那样的事 你难道想看着婆婆辛苦维持的家义 就这样林洛吗 当然不会 靳言深坚决地回答道 林奶奶对我情深义重 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只是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请您给我一些时间可以吗 此时的林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绿茶婊耍尽心机想一步登天 她逼迫近水末 要演下一部戏的女二号 谁是男人串通了投资方的李老板 给白冰下了个圈套 女孩是陪了夫人又折冰 如今只能到酒吧买醉 别烦老娘我喝酒 女孩一脸不耐烦 有意思 居然还有人不认识我这张眼 男人微微一笑 而她也告知她的爸爸是本市的市长 市长骂 女孩轻蔑一笑 就算是总统 也没办法让我体会到快乐 想体会到快乐 这还不简单 说着男人拿出了一个红色的糖果 吃了这个 你就能体会到无尽的快乐 那个事 白冰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她依稀记得 那个李总曾给过她这个糖果 那种感觉让她快乐得快要窒息 看着面前的糖果 女孩时不时吞咽着口水 看样子玩过呀 这东西叫极乐 今天就算是我请你的吧 尽情享受吧 以后 你要是还想吃 就来四百三十一包箱找我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然而白冰正如那个男人所说的 她果真来到了四百三十一包箱 此时的女孩已变得麻木 那空洞的眼神显得生无可灭 乐哥 我看这个女的废了 赶紧扔出去吧 别留着浪费我的极乐 当听到极乐二字 女孩瞬间爬了起来 立马摆出一副争鸣的表情 给我极乐 给我 说着跪到了男人的跟前 求求你 只要你给我极乐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求求你了 是吗 只要给你极乐 你什么都肯为我做 说着男人拿出了一颗糖果 并在白冰的面前晃一颗 你看呢 只听啪的一声 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女孩的脸上 钱吗 你是一分没有 而人吗 老子也异了 你说凭什么让我把极乐给你 我还有朋友 我可以把它介绍给你 而绿茶表白不说的朋友正是景桥 女孩满心欢喜地摸着自己的肚子 她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靳延伸 为了庆祝这个小生命的诞生 她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男人一脸疲惫地推开了门 今天怎么准备了这么多菜 为了庆祝开学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呢 当然是为了庆祝 女孩欲言又止 景桥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是吗 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 男人一脸严肃 这么巧啊 那你先说吧 女孩微微地笑道 然而靳延伸却直接提出了离婚 伴随着一阵咔咔的破碎声 景桥一脸茫然 我没听清 你刚刚说什么 对不起景桥 安压他回来了 而我必须要娶他 什么 安压他 他没死 女孩瞬间如实话了一般 一动不动地站在园 我知道我是纠战雀巢 但是 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一个你必须要离婚的理由 景桥瞬间泪如雨下 你先坐下 我慢慢讲给你听 你还记得傅文臣吗 我哥哥靳延轩因为意外追往后 于是 他将我送到了乡下的老房堂 让我自生自灭 我是通过他认识了安压的奶 当时灵爷爷早逝 他的生活本就不易 但他在听说了我的遭遇后 还是决定帮助我 他不仅为我提供三餐和住宿 还资助了我的学业 可以说 没有当年他的救助就没有现在的我 诱惑者 我根本不可能还活着 而安压 则是他交给我唯一一个需要我守护好的人 我明白了 景桥微微地低下了头 而他也告知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 靳延伸忽然抬起头来 真不是时候 听此 靳延伸猛得跑到靳桥的跟前 并把他拥入怀中 如果我早一天知道这个消息 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按时吃药 结果也会不一样 如果 我们不曾遇见就好了 此时的女孩心如死灰 次日 靳延伸把你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了景桥 他答应把这栋房子留给女孩 另外再补偿一千万 然而他却要求女孩做人工流产 我是不会和你去医院的 女孩疯狂地嘶吼着 我绝对不去 请你不要逼我 理由是什么 男人一脸好奇 理由 你还问我理由 他是你的孩子 这一点还不够吗 你想要就要 想不要就不要 难道他是商品吗 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女孩怒吼了 此时的男人紧紧地咬住牙关 他现在在我眼中 虽然不是商品 但是个麻烦 女孩刚想反驳 靳延伸却阻止了他 你现在才二十几岁 连大学都没毕业 社会地位能力你通通都没有 你凭什么认定你能养好一个孩子 就算你能用我给你的钱养他 那么之后呢 你不组建新的家庭了吗 不开始新的生活了吗 你的人生 难道就要为一个还未成型的孩子 而彻底改变吗 我的人生已经改变了 锦翘猛地甩开了男人的手 在遇见你之后 在我没登上那个该死的游人之后 他已经被彻底地改变 再也回不去了 靳先生 你已经不再是我的丈夫了 你没有权利决定我该怎么做 这是我自己的人生 靳延伸背对得哑口无言 忽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来电的正是林安亚的母亲 就在刚刚 仆人告知安亚一整天没有进食 然而林安亚却并不打算领会 因为安亚每次都拿绝食来威胁她 仆人却一脸担忧 如果一直这样身体肯定会坏的 你也知道 她本来就容易生命 等等 你刚刚说生病 林安亚瞬间想到了什么 会哭得孩子有糖吃 会生病的女人 才更容易得到男人的恋爱 不是吗 因为林安亚的意外来电 靳延伸不得不取消 带她去医院的决定 说着便急忙地向安家奔去 片刻 她便来到了安家 林母假装擦拭着泪水 试图博取男人的同情 当靳延伸上楼去探望林安亚时 她却一脸阴险地 让仆人收拾安亚旁边的渴望 仆人一脸好奇 那间客房很久没有用了 是有什么客人要来吗 殊不知 林母想要留住面前的这个男人 让她一直待在安家 女孩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 她决定放弃这栋别墅 和那一千万的补偿 为了解除男人的顾虑 她承诺永远都不会拿孩子来打扰她 好闺蜜陈倩却一脸愤怒 她恨不得灭了靳延伸 我就不明白了 凭什么离婚是你搬出去 她怎么不搬 不是的 她说了会把房子留给我 然后还额外给我一千万 我只是不想住在这里而已 我知道生活在这里很舒服 但是 如果是以失去孩子作为代价 那我宁愿不要 你明白我的心情了 对吗 你这人真的是 行了行了 不纠结这个了 赶快收拾吧 万一会靳延伸回来了 忽然门铃却抢了起来 霍曹 不会被我说中了吧 难道她真的回来了 景桥忐忑地打开了门 我说你是不是聋了 有朋友来 你玩得很开心是吧 你们这一脸 劫后余生的样子 是怎么回事 原因有些复杂 不过你应该庆幸 你不是靳延伸 忽然这一架 就抽到你脸上了 女孩恐吓着说道 你别在意 她就这样 你怎么知道我有朋友来 景桥好奇地问道 那辆车我可是记忆犹新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不就是开着她来接我的吗 景桥瞬间恍然大悟 忽然扑痴地笑出声来 这表情 她该不会喜欢景桥吧 陈倩一脸好奇地盯着他们 你既然姓景 那我猜你是靳延伸的弟弟吧 是啊 男人应答道 那我通知你一下 以后你可以不用叫景桥嫂子了 因为他们离婚了 靳水墨一脸茫然 而她的心里却乐开了花 陈倩也发觉她的确喜欢景桥 而且还经历了漫长的暗恋时光 对了靳水墨 恐怕今天你不能待太长时间 我正在收拾东西 所以我知道 那 那个 男人不停地骚弄着头发 景桥一脸好奇 你怎么了 靳水墨开始犹豫了起来 她刚离婚 我现在表白一定不会被接受 说着男人就打算离开 景桥却一脸猛逼 一旁的陈倩却笑得不易乐 景桥刚想继续收拾 靳水墨又喊住了她 景桥 我喜欢你的衣服 今天真漂亮 男人一脸疲惫地叹着气 她刚从安亚的房间出来 林母就直接堵了过来 亚亚旁边的房间 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你以后就安心地在这里住下吧 然而男人似乎并不打算离她 抱歉伯母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不能住在这里 这样啊 那可怜的亚亚该怎么办 景桥伸似乎看出了她的意味 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 但是我刚脱离靖家 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她的身上 毕竟 您也不需要一个 只会谈情说爱的废物 不是吗 林母变得尴尬起来 她还想解释 景桥伸却直接打断了她 您想要什么我很清楚 我希望我们之间 保持最基本的尊重 说着男人便打算离开 而景桥也坐在窗前 慢慢地发呆 忽然 电话却响了起来 打来的正是白冰 刚接通电话 女孩就听到电话里 传来哇哇的哭声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景桥一脸好奇地问道 我被我男朋友甩了 在酒吧 我还没带钱 说完白冰又继续抽叶着 景桥瞬间紧张了起来 你别怕 我这就过去找你 你把地址发给我 听死 白冰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而他也告知 乐少景桥已经在来的路上 男人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景桥和陈倩打了个招呼 便打断出去 在酒吧门口 他也看到了白冰 他一脸担忧地 看着面前的女孩 白冰却说 有个朋友想认识他 景桥瞬间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正打算离开 一个镖形大汉 却挡住了他的去路 而乐少也拨通了 静水墨的电话 听说你喜欢上了 一个小妹妹 那我不得看看 他长得什么样 顺便尝尝先 静水墨一脸担忧 他祈祷着景桥 千万不要出事 绿茶表为了 讨好富飞男 静直接出卖了 自己的好友 当女孩发现形势不对 刚想离开 一个镖形大汉 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而乐正宇也把消息 放给了静水墨 骗他 静水墨猛地推开了大门 他不停地 嘶喊着景桥的名字 真吵啊 几年不见你 还是这么没规矩 我今天就教教你 到底该怎么和我说话 动手 说着几个男子手持铁棍 把静水墨团团围图 姓乐的 如果你现在把景桥放了 本少爷可以 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但如果不放 那我们就来 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说着静水墨飞起一脚 直接踢中一男子腹 见此 几个男人一起冲了过来 然而却并不是 静水墨的对手 无奈 乐正宇只能拿景桥 来逼迫他停手 瞬间 一只拳头 直接砸向了他的脑门 给我打 几人男子局棋铁棍 疯狂地抽打着静水墨 景桥看得胆战心惊 因为嘴被封住 他只能哇哇地叫喊着 看着静水墨 眼眼一息的样子 男人也叫停了那几个手下 性乐的 弄死我 你全家都得陪葬 静水墨怒斥道 你误会了金二少 我怎么敢让你死啊 我不过想让你吃点东西而已 说着男人拿过来一个袋子 直接扔到了静水墨的跟前 只要你把这些都吃了 我就放了你的女人 静水墨毫不犹豫地 就去拿着地上的汤 景桥也挣脱了嘴上的胶带 景桥 那个东西不能吃 那是违禁品 听到景桥的声音 景桥忽然停住 乐正雨瞬间发飙 就你长嘴是吧 说着直接狠狠地 扇了景桥一个耳光 你给我老实点 如果静水墨 他今天不吃下去的话 那受苦的可就是命了 说着男人就打算 把红色的药水 注射到景桥体内 静水墨瞬间急了起来 你的目标是我 放开它 我吃 说着男人抓起了糖果 直接往嘴里塞 而此时的陈倩也觉得奇怪 景桥出去了这么久 还没有回来 而且他的电话 怎么也打不通 难道是去静言深大 说着急切地跑了出去 男人为了救心爱的女孩 静大口吞咽着围巾药品 快看啊 冰清玉节的静家二少爷 在磕为竞品 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拍下来啊 说着只听到 一阵阵咔嚓的拍照声 此时的景桥完全崩溃 他不停地嘶喊着 哭泣着 然而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忆 静水墨因为服药过多 已逐渐开始恍惚 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喂 你还没吃完吗 乐正雨瞬间摆出 一副变态的嘴里 见此 静水墨直接一拳 打在男人的太阳穴 下一秒乐正雨便倒地不起 老大 老大你怎么了 手下疯狂地嘶吼着 杀人了 静家二少爷杀人了 而此时的静炎深 也查到了景桥区的酒吧 他带着陈倩急忙赶过去 刚到酒吧门口 就看到一大批警车 怎么会有这么多警察 陈倩不由地慌了起来 不久他便看到景桥 被搀扶着慢慢走来 而他也得知景桥被人绑架 还有一个人 因服用过量违禁品后杀了人 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 杀人的是静水墨 此时的景桥因为过度惊吓 竟无法开口说话 景桥 景桥你不要吓我呀 我是倩倩 陈倩不停地嘶喊着 倩倩 对 我是陈倩 他是静炎深还记得吗 景桥好像恢复了意识 下一秒便疯狂地嘶吼了 没事没事 哭出来就好了 说着陈倩紧紧地抱住景桥 而此时的静炎深 刚想安抚景桥 然而他却犹豫了 最终还是缓缓地把手收了回来 对了 静水墨 救他 快救救他 景桥再次紧张了起来 也是说 今晚杀人的是静水墨 静炎深一脸不可置信 此时的静水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因为急事救治他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他猛地坐了起来 却发现自己被牢牢地锁 静炎深也急切地砍到了医院 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乐家那边我会负责解决 你不用担心 景桥呢 静水墨一脸好奇地问道 而静炎深也告知他一切安好 说着便打算离开 大哥 我是真的喜欢景桥 我可以和他在一起吗 哥哥和弟弟喜欢同一个女孩 弟弟为了救女孩 竟服用大量围巾药品 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性命 而他也向静炎深坦白自己喜欢景桥 静炎深微微地转过头来 我记得 我和安亚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说过喜欢安亚 怎么现在是又变心了吗 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那时候对安亚只是仰慕 没有你说的那种感情 那你对景桥也不该有 他是什么身份 你又是什么身份 你觉得妈和爷爷会允许你这么做吗 静水墨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可以带他离开这里 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你觉得离开了静家 你能活下去吗 都不必说日常开销 但是这个 你能解决吗 水墨 作为你的哥哥 我可以宠着你惯着你 给你想要的一切 但我也是有底线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着静炎深便独自离开 此时的静水墨变得无比失落 他狠狠地抓握着被褥 然而他却没有一点办法 而静桥和陈倩还在交集地等静炎深出来 因为一整天没有进食 陈倩决定给他买一点吃的 说着便跑了出去 忽然一个人出现在静桥的边上 女孩以为是静炎深回来了 谁知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你这个贱人 勾引我一个儿子还不够 还要勾到另一个吗 我没有 静桥委屈地说道 还敢顶嘴 女人仰起手臂再一次向静桥扇去 静桥吓得紧闭着双眼 忽然一只大手把他紧紧抓住 你要是还想救水墨 就不要再动我的人 放肆 你竟敢为了一个女人和你妈这么说话 你的笑道都被狗吃了吗 一个白发老人慢慢地走过来 笑道并不代表愚蠢 他是水墨案子的重要证人 你把他打伤了 是不想救你的宝贝儿子了吗 水墨现在是重点监察对象 你们就算进去也见不到他 我会想办法保他出来的 至于其他的 还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说着便拉着景桥离开 而景桥却极力地挣脱 妹 那个 陈倩去帮我满事的 他回来会找不到我的 而且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幻想了 你不用这么对我 忽然景桥直接扑了过来 并紧紧地抱住景桥 我后悔了 神 什么 女孩瞬间被惊到了 我不该为了承诺而放弃 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蠢的一件事 男人景景地抱住女孩 他发誓永远都不会再抛弃他 自从景桥从家里搬出去 他就像丢了魂一样 当陈倩告知他景桥失踪的那一刻 景桥好像被悬在了半空 他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 此时的景严深还在不断地颤抖 抱歉 让你担心了 女孩瞬间把男人紧紧地抱住 景桥 我会解决好所有的问题 你等等我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景桥瞬间犹豫了起来 那他呢 说着女孩捂着自己的肚子 当然要留下了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孩子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他 说得好像还有其他孩子一样 而景桥也终于同意了和景严深和好 他打算和男人共同面对 接下来的所有的困难 但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有一天景严深再次抛弃他 他将永远不再回来 而此时的陈倩还在焦急地等待 这家伙又跑到哪里去了 快接电话呀 忽然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景桥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又丢了 下一秒 陈倩整个脸都黑了起来 景严深 他怎么来了 说着他迅速地闪现到景桥的面前 你这个家伙对景桥做什么了 景严深一脸猛逼 我只是送他回来而已 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和好了 说着就开始摩拳擦掌 景桥瞬间急了起来 你 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 待景桥讲完 陈倩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很不能理解你的句 我不认为景严深是一个 值得你这样做的人 首先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在明知你有孕的情况下 选择了安亚 虽然赔偿不少 但他终归是放弃了你 那么 等到在面对这种需要选择的时候 你怎么就知道他最获选的是你 其次 从你的自身出发 你现在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 一旦景严深失信 又或是林家想对你做什么 你真的可以招架吗 小乔 我希望你幸福 但我并不想看到你为了所谓的幸福 而失去自我 景桥也陷入沉思中 我也明白和景严深在一起 我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但我是真的爱他 就让我任性一回吧 就算最后的结局是背叛 我也甘愿 此刻的景严深打算把景桥 安顿在陈倩家附近的公寓 为了景桥的安全 他也安排了人手来保护他 下一步他将要去会议会乐市长了 弟弟为了救心爱的女人 无意中杀了市长的儿子 哥哥无奈只能替他擦屁股 而他也决定会议会市长乐广成 此时乐广成的老婆蒋英美正在发飙 他数落这个男人没用 他一定要尽水墨用命来偿还 乐广成清醒地知道是他的儿子违法在线 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何况对方还是家大业大的景桥 然而女人依旧不依不饶 乐广成 我看你根本没把正宇放在心上 你满脑子都是你那个前妻和女儿 够了 男人终于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 饭可以乱吃淡话不能乱说 何况我又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 女人正好奇他打算怎么办 管家却告知靳延伸来了 靳延伸开门见山就询问如何赔偿 靳总觉得我儿子的命应该值多少钱 男人淡定地说道 当靳延伸询问他的心理价位 乐广成瞬间摆出一副凶恶的嘴脸 我只想让靳水墨尝命 如果真的等待法律判决 那水墨最多也只是防卫过当罢 想要水墨尝命 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 靳延伸一脸淡然 你想打官司是吧 好啊 案子收集证据需要时间 判决也需要时间 就算等到裁定了我也可以上诉 保证让你弟弟好好熟悉一下 看守所的环境 靳延伸却显得很淡定 您的儿子在您的管辖范围内 公然贩售为禁定 还逼迫他人吸食 纪检部门是不是该找您喝个茶了 当然我不会让这茶白喝 我这里恰好有一点能收取贿赂的证据 保证您在里面蹲的时间 比我弟弟要长多了 乐广成瞬间变得无比愤怒 好啊 那你去告吧 只要你前脚出了这个门 我后脚就通知媒体 到时候不管是你弟弟还是靳氏 红统都别想好过 大家一起于死网 乐广成目视道 看来今天是没办法和您好好谈了 说着靳延伸就打算离开 哦对了 不知道对您的生殖 有着极大帮助的前妻正义事 在听到这些事以后 还会不会考虑和你附和呢 乐广成瞬间变得隐色 现此 妻子赶紧上前安法 难道那个靳延伸真的那么难对付吗 没办法了 只能先放了那小子了 男人一脸无奈地说道 这世上还有王法吗 就算教训他一下也好 你说教训 这我还是办得到 说着乐广成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国际男模前一秒还光鲜亮丽 下一秒却变成了阶下球 刀疤男拿着刮胡刀慢慢地逼近 而此时的靳水墨已是遍地鳞伤 乐广成因为痛失爱子 和靳延伸谈判又没占到任何便宜 他决定找一帮人教训下靳水墨 而此时的靳延伸全然不知 看着靳延伸的归来 靳延急忙问靳水墨的情况 当他得知明天就可以合了加签调节协议 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定 而靳延伸却是一脸疲惫 他静静地躺在靳延的腿上 这一刻他觉得特别的幸福 看着面前的女孩 靳延伸发誓永远都陪在他的身边 他轻轻地抚摸着女孩的脸颊 靳延忍不住地就拨了一下 男人似乎受到了什么启示 他猛地坐起身来 靳延却一脸猛逼 干 干嘛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 靳延伸却并没有打算放弃 无奈 女孩只能使出了摊家本领 只见男人的嘴角出现了一抹红色 医生说了我们现在还不可以 所以你还是控制一下吧 无奈 靳延伸也只能放弃 次日 他们驱车一起来接近水墨 随着大门的打开 一个男子靳直地走了出来 靳延兴奋地迎了上去 忽然他却静静地愣在了原地 靳水墨一脸好奇 干嘛这副表情 不认识我了吗 靳延瞬间变得语色 下一秒靳嚎啕大哭了起来 水墨变得手忙脚乱 他不知如何安抚面前的女孩 无奈 靳水墨轻轻地把景桥抱在怀里 别哭了 小甩子 男人时不时地抚摸着女孩的头发 如果你心里觉得过意不去的话 可以以身相许哦 烦不烦呢 说着景桥一拳 直接击中了水墨的父母 而靳水墨却疼得撕心烈 景桥见此却慌了起来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受伤了 快让我看看 为了避免女孩担心 靳水墨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 急得景桥瞬间想念了她 而靳严深也找到了她的母亲 她告知虽然乐家同意放过水墨 但要她不能再留在庇国 靳母却一脸不情愿 靳老爷子却果断地答应 因为靳家能在这世上立足 平的就是成庆二等 而她也决定一个月之后 就送靳水墨出国 男人意外杀人被驱逐出国 女孩决定亲手 这一条围巾为她送行 因为经历了生死离别 靳严深紧紧地攥住景桥的手 她默默地看着女孩 嘴里轻声地念着她的名字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女孩一脸好奇地问她 还没等她答复 男人却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爱你 就算用手段也好 伤害他人也罢 我都不在乎 深 什么 景桥忽然觉得莫名其妙 靳严深她刚刚说的那些话 在害怕失去我吗 傻瓜 你是我的丈夫 是我孩子的父亲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说着女孩轻轻地吻了下男人的额头 男人傻傻地待在原地 下一秒 他直接把女孩壁咚到床上 我忍不了了 靳严深 你给我停下 我还在怀孕啊 你给我分清楚场合 我们点到为止怎么样 男人祈求道 点到你个头啊点 还有你闻闻你身上的味道 别说点到为止了 你张开嘴我都快吐了 无奈 男人也只能乖乖地走开 而此时的靳水墨也正和管家告别 他不停地张望着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管家看出了他的心思 他告知老爷和夫人今天不会来送他了 大少爷因为工作太忙也不会来了 靳水墨却显得一脸无所谓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他们是否送他 他只在乎景桥 他只想知道景桥会不会来 登机的时间就快到了 管家不停地催促他安检 靳水墨此刻变得格外失望 他轻声地答应便打算进行安检 谁知远处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他 他来了 靳水墨猛地转过头来 只见景桥拿着铝盒拼命地奔跑过来 路 路上有点堵 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这个给你 女孩气喘吁吁地说道 男人接过盒子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条围巾 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围巾的吗 听说巨国那边的冬天特别冷 所以我特意知道后脸 虽然颜色很普通 但我秀了你的名字的缩写 这样你就不会认错了 谢谢 男人低声地说道 什么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靳水墨镜直接抓起了他的耳朵 女孩瞬间疼得挖挖直子 不说就不说 拽我耳朵干嘛 别动 男人直接把一个耳钉带到了他的耳朵上 景桥一脸好奇 他为什么要给我带这个 男孩在离开之际 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留给了女孩 当女孩得知这是他用第一份收入买的 也是陪伴男人最久的东西 景桥连忙拒绝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不能收 然而靳水墨却倔强得很 说着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景桥还想坚持 管家却阻止了他 而他也告知少爷送出去的东西 从没有收回来的习惯 女孩也只能默默地收下 景水墨看着面前的围巾 他发誓 他一定会为了女孩回来的 即使乐家不允许 他也会想尽办法 景桥因为景桥有了身孕 快把自己给憋坏了 他决定陪景桥一起去产检 他想问一下医生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同房 而此刻的景桥却一脸尴尬 他刚想阻止 男人还是先他一步 女孩瞬间刷红了小脸 而产科医生也告知他三个月以后 胎儿稳定了就可以 随后看了下时间 应该是一周后 听此 景桥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而景桥却暗暗则舌 糟了 这下真的逃不掉了 两人刚从医院出来 谁知却有人在偷偷地拍照 猥琐男子暗自惊喜 真是张好照片了 准能卖个好价钱 而他也把资料送到林家的仆人手里 此时的林母一脸怒气 送来的照片已被他撕得粉碎 他也明白景桥伸虽然是一个 欣赏承诺的人 但是景桥现在怀着身孕 其中还会有很大的变数 此刻他变得无比安忙 景桥伸现在根本就是 皮不受控制的人 万一惹怒了他 林家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夫人的一席话却让他毛色动开 感情这东西是两个人的事 为何不从安亚身上下手 当他询问安亚在什么地方时 夫人告知他陪家大小姐三日后大婚 小姐是他的伴娘 林母瞬间露出了为所的笑容 机会来了 女孩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她总觉得景桥伸会再一次离开 阴险的林母正在算计她的老公 而她却全然不知 此时的景桥伸为了照顾怀有身孕的娇气 竟把厨房变成了战场 女孩嗅了嗅鼻子 一股刺激的味道迎面而来 她猛地转过头来 竟发现千亿总裁在厨房亲自做饭 靳延伸一脸尴尬 我只是想炒个鸡蛋而已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糊了 那是因为要放油啊 你这个笨蛋 女孩凶巴巴地说道 算了 还是我来吧 等你做 到明天我们也吃不上饭 靳延伸看着气鼓鼓的女孩 心里却美滋滋的 她轻轻地搂住景桥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 女孩脸上瞬间泛起一朵红韵 少来 你这话就是道德绑架 想让我一直给你做饭吃 想得美 是吗 那你还想给谁做呢 还没等女孩回复 男人已经亲吻着她的脸颊 然而女孩还有一个心结依旧没有打开 她想知道靳延伸打算如何处理对凌家的承诺 男人稍作思考 你等我一下 说着靳延伸拿着一本红色的文件递给了景桥 这是我公司为股的股份 我打算转让给凌家一部分 一是为了补偿 二是打消林伯母对凌氏的担忧 景桥一脸一问 而靳延伸也告知 她和安亚的婚约并不是因为感情 而是为了凌氏的发展 因为凌家没有合适的继承人 林伯母将所有的赌注都放在了我和安亚的身上 她坚定地认为 只要我和安亚结婚 凌氏集团就能在我的手上重新焕发生机 而当初我觉得 自己的婚姻可以当作报恩的筹码 所以 我答应了和安亚的婚事 但现在 一切都不同了 我有了真正想共度一生的人 这份文件 会将我现在的公司与凌氏集团绑 成为利益共生 只要我的公司不破产 凌氏就不会倒下 而林伯母的目的 也就达到了 景桥一脸欠意 她什么忙都帮不上 还害靳延伸损失了这么多 殊不知靳延伸作为一个商人 她从来都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凌险女人未招金牌女婿不择手段 竟威胁女儿要打掉她闺蜜的孩子 陪家大小姐陪清欢三日后结婚 而安亚也被邀请作为伴娘 她刚一回家 夫人便告知夫人有重要的事情找她 当她听到母亲的计划时 她瞬间慌了起来 这也太疯狂了吧 如果我这样做 严申哥哥会恨我一辈子 女孩疯狂地嘶吼着 林母却依旧不依不饶 我只是让你和她结婚而已 她恨你又能怎么样 这关系到的可是我们林家的未来 身为林家的后人 你就那么自私 你就不能为林家做出一点点的贡献吗 林母怒斥道 安亚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是林家自己的事 为什么非要绑定严申哥呢 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难道我们林家人离了她就活不下去了吗 女孩崩溃地哭了起来 因为除了她没人愿意娶你 林母的一戏话让她瞬间隐色 妈妈知道这样做让你好为难 但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安亚依旧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她宁愿死也不愿意做那么卑鄙的事情 因为情绪失控 她拿起刀子就想自杀 幸亏仆人及时赶到 她哭口婆心地劝着面前的女孩 然而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 你让她去死 你前脚死了 后脚我就跟上 林母忽然出现在安亚的面前 你真以为我不敢了 女孩坚定地说道 然而林母却拿出了一张照片 只要你死了 我就找人拿掉她的孩子 伴随着刀子掉落 安亚已接近崩溃 而此时的靖延生全然不知 她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女孩的身边 算算时间正好三个月了 然而景桥还在专心地攻克学术论诺 看到靖延生的到来 刚喝进去的水直接被扑了出来 你洗完澡为什么不穿衣服 说着她赶紧把窗帘拉了起来 她看了看日历 三个月的孕期已经到了 女孩刚想推辞 靖延生已经猛地把她避充到桌上 男人苦等了三个月 终于修成了镇骨 殊不知这将是最后的甜蜜时刻 次日清晨 靖延生就接到了林母的电话 她看了看沉睡的景桥 为了不吵醒她 靖延生悄悄地走出卧室 她好奇这个女人 为什么一大早就来打扰她 而林母也告知 陪大小姐准备筹办婚礼的事情 她期望靖延生和安亚 一起参加他们的婚礼 因为婚礼上有一个跳舞的环节 她不希望安亚一个人孤灵里面 而靖延生也意识到林母这么多 就是想让别人误以为 她和安亚已经在一起了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 她还是拒绝了林母的要求 然而那个女人却还在苦苦哀求 为了摆脱林母的纠缠 靖延生决定把转让股份的事情 提前和她说了 看到送来的股权文件 林母却并没露出半点喜悦的表情 她决定再好好地考虑一下 毕竟林氏还有其他的股东 她需要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而靖延生正打算 推辞和安亚参加婚礼 话还没说完 林母就告知安亚要自杀的事情 靖延生听词也无比震惊 因为她欠林奶奶太多了 无奈 她只能答应和安亚一起 参加陪大小姐的婚礼 仆人一脸好奇 难道靖延生给的那份文件条件 不够好吗 而林母也告知 能这样轻易地拥有其中的补贪 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线饼 只因为她想要的不仅仅是这些 因为就算拥有再多的补贪 对她而言靖延生始终是外人 她不会放弃这么优秀的金龟学 更何况她应该是这个市场 唯一能照顾安亚的男人 而此时的景桥还被蒙在鼓里 她提交的毕业论文 得到了导师的高度赞许 因此她还为景桥 争取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甚至还拥有S级的奖学金 以及吃住和学费全民贷 见此景桥却并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找了借口直接离开了 在她的内心 的确不愿意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但是眼下还是要和靖延生 商量一下比较好 忽然 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林安亚 景桥瞬间变得无比惊慌 而林安亚的出现 却把她拉入了无尽的深渊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十年的闺蜜为了一个男人反目成仇 景桥魂不守舍地思考着 是否要出国留学 却意外地遇到曾经最要好的闺蜜安亚 而对方则要求好好地谈一下 两人来到了一间偏僻的咖啡馆 毕竟你连男人都是见一个爱影 蛋糕的口味又算了个什么 安亚讽刺地说道 亚亚不是你想的那样 景桥极力解释 别叫得这么亲热 亚亚这个名字是我的亲人和朋友才能叫的 至于你 根本不配 我这次来找你只有一个目的 请你立刻离开我的严生哥哥 景桥不由地攥紧双手 道歉这个我做不到 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 甚至你想要什么补偿我都可以去 唯独这一点我做不到 也不会做 因为我足够爱他 听此 安亚却止不住地笑了起来 对我求婚了吗 听此 景桥犹如五雷轰顶 景桥曾经答应过他不会再抛弃他 这根本不可能 我不会信他 景桥此刻变得无比的愤怒 信不信有你 反正我已经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希望你好自为之 哦对了 你也不要妄想用孩子来绑住他 因为他接近你 也只是因为他想要孩子 但我不想生爱你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说着便转身离开 而在他的内心 却觉得对不起景桥 他之所以用那样恶毒的谎言欺骗他 也是迫于母亲的压力 因为眼下只有离开景桥身 才是最安全的 此时的景桥呆呆地坐在原地 安娅的异性化 让他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无奈 他只能找到好闺蜜陈倩 看到景桥的到来 陈倩一脸惊诧 而景桥已抑制不住内心的痛 嚎啕大哭地扑到了陈倩的怀中 你和闺蜜喜欢上了同一个男人 你是选择男人还是闺蜜呢 作为十年闺蜜的林安娅 为了景桥深境 直接和景桥撕破脸皮 景桥忽然变得孤立无助 闺蜜的恶语相向 老公即将再次背叛 而陈倩依旧是他唯一的依靠 看着伤心欲绝的景桥 能和我谈谈你这么伤心的原因吗 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 景桥还在不停地抽气着 我是信任静言深的 我相信他不会那样 可是呀呀 我从未见过他那个样子 我们之前明明那么要好 说完景桥便嚎啕大哭起来 陈倩轻轻安抚着面前的女孩 现在你有点混乱 没关系 我们慢慢梳理 就从林安亚开始 景桥当你选择 要和静言深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其实就代表着 你已经放弃了 和林安亚的影情 景桥一脸不可置信 我已经放弃了 和安亚的友情了 是的 静言深和林安亚 就像是磁铁的南北两次 你没有办法 在和静言深在一起的情况下 还期望与林安亚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除非他们之间 没有任何感情 如果你一定要贪心 那么你除了痛苦 什么都不会剩下 听此 景桥变得沉默不语 难道真的是我太贪心了吗 陈倩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友情是流动的 会随着年龄阅历等因素而变化 所以 你不需要去痛苦去惋惜 只要记得你们 曾经一起走过的岁月就好 更重要的是 你要珍惜现在 在你身边的朋友 就比如我 听此 景桥豁然开朗 他也终于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而他也拨通了静言深的电话 他期望静言深 能允许他在陈倩加过夜 静言深却还在犹豫 但我觉得 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有人敢挂他的电话 下一秒手机直接被弹追得粉碎 霸道总裁换老婆 比换衣服还快 前脚刚和自己的老婆甜言蜜语 后脚就向老婆的闺蜜求婚 然而这一切 只因为静言深中了 恶毒女人的圈套 他耍尽心机 让静言深陪安亚参加陪家婚礼 而私下里却安排人绑架景桥 并试图拿掉他肚子里的孩子 而此时的景桥却全然不知 闺蜜陈倩却开始吐槽了起来 现在有钱人都这样了吗 婚礼也要直播 忽然 他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人 好像你家的静言深 听此 景桥迅速地蹭了过来 好像是他 陪家应该和他有商业上的往来吧 他出现在这里也不奇怪 陈倩却一脸质疑 那他告诉过你 他要去参加婚礼吗 景桥瞬间变得支支吾吾 这 这个不需要跟我说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而且我对那种场合也不感兴趣 就算他说了 我也不会和他一起去的 你去不去是你的自由 但他不能不说 夫妻两个至少要知道 对方每天都在干什么 景桥却不以为意 我们还是继续看婚礼直播吧 忽然 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们眼前 是林安亚 他怎么在这里 小乔我觉得这个事不太对 而事实正如陈倩说的那样 林安亚正在计划着 逼迫静言深向他作婚 忽然 裴清欢把捧花递到了他的面前 安亚 我希望下一个获得幸福的人是你 谁知安亚接过手中的捧花 就来到静言深的身前 言深哥哥 我等不及了 不如我们今天做订婚吧 听此 景桥瞬间如实话了一般 他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难道真如林安亚说的那样 静言深要打算向他作婚 而此时的静言深 却露出了一副冷漠的表情 霸道总裁竟被老婆闺蜜逼婚 关键还爽快地答应了 而这一切只因为他们绑架了 他的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 林安亚接过陪清欢的捧花 就来到了静言深的跟前 他当着各大媒体的面 要求静言深向他作婚 此时的静言深才反应过来 他们通过现场直播 以及舆论的压力 来逼迫他娶林安亚 但他知道光这两点 根本不足以使他准犯 难道他们要对景桥下手 静言深瞬间开始紧张了起来 他转头就打算离开婚礼现场 谁知林安亚直接堵了过来 你应该猜到了吧 如果你不向我求婚 你觉得我妈妈会对景桥做什么呢 我不相信你们能真的把他怎么样 静言深怒斥道 林安亚瞬间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好啊 那你敢堵一堵啊 用他还有你那位出世的孩子的名 你知道 为了林家我妈妈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而他现在就在这台摄像机的后边 接下来 就看你怎么做了 此时的静言深显得格外的冷静 他知道那个恶毒的女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无奈 他只能委屈求全地向林安亚求婚 此时的林母也露出了喜悦的眼泪 他们林家终于有救了 而仆人也询问是否要召回绑架景桥的人手 恶毒女人却一脸质疑 召回 为什么要召回 不把他拿在手里 静言深会乖乖听话吗 让他们该做什么做什么去 而此时的景桥一脸愤怒 静言深你这个大骗 不是说好再也不背叛吗 女孩破门而出 他一定要找静言深问个明白 殊不知危险已经慢慢降临 单纯女孩发现总裁老公再次背叛 破门而出就要找他问个明白 谁知刚出门就被人绑架 陈倩急忙地追了出来 可他怎么也找不到景桥 一个孕妇怎么能跑那么快的吗 殊不知景桥已经被一个黑衣人迷晕在脚屋 而此时的静言深还遭遇记者的疯狂追问 那接连不断的闪光灯快要闪下了他的眼睛 他急切地把林安亚带到了车上 并询问景桥现在身处或处 林安亚却一脸人畜无害地让他不要担心 他的妈妈一定会放了景桥的 然而事情却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静言深通过景桥的手机留言发现 林安亚不仅骗了他 还在那之后绑架了景桥 女孩却一脸惊慌 他妈妈承诺他只要静言深向他求婚 他就不会伤害景桥 此刻的林安亚也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 忽然静言深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来的正是林安亚 而他也告知这一切都是他的主意 林安亚什么都不知道 要想知道景桥的下落 就来林家谈吧 说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此时的静言深无比愤怒 他恨不得宰了这个老女人 静言深也很快地来到了林家 他叮嘱五百把林安亚带到一个林家找不到的地方 因为那将是他救出景桥的重要筹码 林安亚还想试图为他的妈妈求情 然而留给他的只是一记重重的关门声 看到静言深的到来 林母事宜让他坐下慢慢谈 然而静言深并不打算鸟娃 你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林家吗 不只是为了林家 我还希望我女儿得到幸福 林母慢慢悠悠地说道 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你吗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猫 这里是林家所有的资产 只要你答应取亚亚为妻 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 静言深深深深地吸了口气 林伯母你真的很不会做什么 明明底牌都没几张 就敢做绑架别人妻子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若想要林家 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 一年甚至十个月 我就可以完成对林家的收购 而我没这么做的原因 只是因为林奶奶当年对我的情 而现在这丝情一尽了 爸总一言不合就要搞死林安亚 林母急得直接求饶做王八 恶毒女人绑架爸总老婆 并用林家所有的家产作为筹码 来逼迫静言深娶林安亚 然而静言深根本看不上那九牛一谋 她也发誓以后将不再与林家有任何关 林母脸色瞬间铁青 静言深 你别忘了那个女人还在我手上 所以呢 你不会以为只要抓住她就能控住我吧 我承认在婚礼现场的时候的确有些交流 但当我冷静下来以后 我突然发现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因为林安亚就是关联着一切的纽带 只要她消失那么这一切就可以 林母愤怒地站起身来 你不会这样做的 我了解你 你从来不会打破你的原则的 原则 我所有的原则在她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 静言深愤怒地说道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项 告诉我她在哪里 林母也只能屈服 她在我手术之前找到她 而此时的锦桥已被带到了一个私人诊所 因为被注射了特殊的药物 她此刻头昏脑袋 浑身使不上力气 而她的双手也被死死地保住 根本正脱不开 隔壁也传来了一阵阵讨论声 诊所的医生正在和绑匪讨价还价 看来他们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了 再不抓紧时间就逃不掉了 忽然她好像看到了希望 远处的桌子上正摆放着一把水果刀 而绑匪也开始不耐心了 再这样下去该到半夜了 女孩的头发 并猛地向地面砸去 女孩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然而却没有任何办法 就在刚刚 绑匪发现锦桥无故失踪 瞬间慌了起来 没事 我这里就一个出口 她跑不了的 她一定还在这间屋子 男人找遍了整个屋子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而此时的锦桥犹如惊弓之鸟 大气都不敢喘意 最终她还是被绑匪发现 男人死死地抓住她的头发 并使劲拖拽着 嘴里还不停地催促医生 给她打麻肺剂 不 我不要做手术 锦桥无助地嘶喊着 无奈 她举起匕首 猛地插入男人的大腿 男人瞬间疼痛地撕心裂肺 一旁的黑衣绑匪迅速地上前搀扶 而锦桥乘机直接跑了出去 黑衣男子瞬间急了起来 他跑了我们就白干了 老钱 我兄弟交给你了 说着黑衣男子就追了出去 而此时的静严深 还在焦急地寻找她 因为那个恶毒的女人 只说出了大致的范围 雇佣的绑匪又把手机关了 他们根本无法通过定位找到锦桥 现在只能挨家挨户地寻找 静严深似乎想到了什么 既然是手术 那么必须要有一定的医疗资质才可以 你去找住在这里的人问一问 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人是医生 这里属于灰色地带 多给点钱就会有人说 如果有不说的 也可以用点手段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快 锦桥逃出门就疯狂地奔跑 然而他好像并没听到有人在追看 他转过头去看绑匪是否追了上来 却直接撞到了男人的身上 你要去哪里啊 男人一脸凶神恶煞地盯着他 下一秒抓住他的头发 并猛地砸向地面 好 我让你跑 好就算了还敢伤我兄弟 说着拖着锦桥就往人所走去 单纯女孩遭受非人折磨 霸道总才赶不到心爱女孩 静直皆可出血来 锦桥好不容易逃出虎口 却再次被绑匪拦住 猥琐男人拽着锦桥的头发往回拖 你不是想要钱吗 我给你一千万 锦桥痛苦地嘶吼着 听词 男人忽然松开了手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有一张卡 这卡里有一千万 说着便把手伸进了口袋 只要你放了我 我就把它给你 男人却一脸质疑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而锦桥也不得不告知 他的前夫叫静严慎 这钱是他作为离婚的补偿 静严慎 就是和林家那个小姑娘订婚的那种 对 就是他 那位雇你来给我做流产手术的人 肯定不会给你这么多钱吧 只要你今天放了我 这些就都是你的 黑衣男子却开始犹豫 密码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钱 密码我写在背面了 你可以自己去银行试试 说着锦桥把卡递到了男人的跟前 黑衣男人伸手就打算接 谁知锦桥直接猛地扔了出去 下一秒便直接跑了出去 黑衣男子左右为难 这 这怎么办 然而他还是选择了一千万 此时的锦桥已筋疲力尽 头部的碰撞也让他晕头转向 忽然 他脚底一滑 直接摔倒在路中央 此时一辆汽车急死的神 锦桥瞬间变得绝望 难道他今天要陨落于此吗 驶来的车辆急速刹车 锦桥因此才躲过一距 你没事吧 车上忽然下来了一位女士 锦桥见此疯狂地嘶喊 求你 救救我 而靖延生的水下已经来到诊所 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锦桥的去现 靖延生刚想上前逼问 助手却告知已经抓到了黑衣男子 而他也闭上了一张卡 助手也告知锦桥丢下卡 又朝相反的方向跑 马上朝着那个方向去找 速度要快 靖延生急切地说道 然而经过了一番寻找 助手指递上了一块带洗衣服 那是 雪吗 靖延生瞬间紧张了起来 伴随着一阵阵的咳嗽声 靖延生地直接喷出了一大口血 而他的嘴里还依稀地叫着锦桥 锦桥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而他却以为这一切是靖延生干的 因为好心女士的爱心救助 锦桥第一时间找到了他的导师 教授我想要出国流血 锦桥急切地说道 教授见此大吃一惊 我想去一个不会有人认识我的国家 而且除了帝国 去国也不行 此时的教授变得犹豫起来 毕竟只有那两个国家和学校红红 他一脸好奇地问锦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锦桥也告知有人想杀死他的孩子 什么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那到底是谁要这么做呢 还有你的丈夫呢 师母关切地问道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他现在是我的前夫 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 但我想这件事应该和他脱不了关系 曾经林安亚说的话我一个字不信 但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 至于孩子 静延生最开始就是不想要的 此刻的锦桥无比后悔 他竟是如此的天真 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他的鬼话 他下定决心离开这个悲伤的地方 他甚至不需要留学资格 只要有地方容身就好了 我想想 教授一脸犹豫了起来 老秦你在二国不是还有个朋友吗 师母忽然提醒道 欧老孙 他现在在二国的大学院叫 锦桥你在这儿等着 我现在就去联系他 师母轻轻地握着他的双手 你到那儿只管安心学习就好 费用你也不用担心 二国申请贷款很方便 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帮 锦桥的内心无比感动 他一定会回到这个问题 而锦桥也顺利地登上了去二国的飞机 此时他一脸惆怅 二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而静延生自从咳血以后就被送到了医院 然而他不忘叮嘱助助手家派人手继续找 他坚信 他心爱的女孩绝对不会死 然而这一别将是五年 时隔五年已是物是人非 锦桥也变得更加知性成熟 而他也成为国际知名的建筑设计总监 忽然助手急急忙忙地跑来 那个陪家的少爷又来了 锦桥瞬间变得头大 这次又是什么事情 而助手也告知他要把陪家所有的地产都交给我们设计 但条件是你要和他一起去Z国 锦桥忽然紧张了起来 五年了 有些事情他始终耿耿运回来 一旁的老外却开始合备了起来 锦总监虽然是Z国人 但所有的Z国案子都不接你不知道吗 助手背下的脸色苍白 这我真的不知道啊 Shad呢 他同意了吗 锦桥一脸好奇地问道 助理却变得结结巴巴 什么都不敢说 无奈 锦桥碰的一声踹开了大门 别躲了 我看到你了 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Jack变得吞吞吐吐 半天也没蹦出几个字 看着锦桥这恐怖的眼神 他也不得不说出事情的缘由 而一切只因为对方给的钱太多了 锦桥瞬间觉得脑瓜子疼 要不是Jack当初帮他完成学业 他早出去自立门户了 此刻的男人还在苦苦地哀求 然而锦桥却依旧不依不仁 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去Z国呢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不需要 忽然一只玫瑰递到了他的跟铁 来者正是裴少廷 你不想去Z国也可以 那就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吧 裴少廷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对你没有兴趣 锦桥怒斥道 然而男人却并不死心 我愿意等 等到你同意的问题 总之 我是不会回Z国的 为了逃避裴少廷的纠缠 他决定休一个月的家 此时的Jack还在哭哭满求 小瞧瞧 国际顶级设计师一言不合就罢工 老板竟直接被人拖走谈赔偿 井总监这样未免有些太自傲了吧 Jack怎么说都是老板 一个女员工直接吐槽道 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吧 你知道胜利安中心吗 那个实用性与美观完美结合 被誉为近年建筑史上的 玫瑰的胜利安中心 那可是咱们的井总监设计的 但是他一个人就包揽了 公司四分之三的项目 没有他我们整个公司都撑不下去 要不是Jack在井总监上学的时候 对他有恩 他早就自立门户 自己开工作室了 那那个拖着老板的人是 女孩一脸好奇 而他也得知那是 世界五百强陪师集团的公子裴少廷 这位陪少爷不知道 什么时候认识了井桥 一门心思地想追求他 钱是大把大把的话 项目是一个一个的杂 只可惜我们的井总监的心 是石头做的 根本看不上他 此时的井桥刚刚出门 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而他也得知 井安和别的小朋友打架了 听此 他急忙地赶到了学校 看到妈妈的到来 井安一脸自豪 而井桥则担心坏了 他敢忙问老师 是谁把他的女儿打成这样 老师则一脸尴尬 与其说别人打了井安 倒不如说是井安 把别的小朋友给打了 这 井桥瞬间愣住 安安 发生了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要打他呀 他说我没有爸爸 是个野主 井安一脸愤怒地说道 男孩的母亲也大吃一惊 既然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老师也不知如何是熬 最终卡尔还是选择向井安道歉 井安却凑到了他的耳边 这时的卡尔却被吓得嚎啕大哭 眼看着自己孩子慢慢长大 井桥一脸愁容 是不是该告诉安安 关于他爸爸的事了 然而他却纠结得 不知道如何开口 安安似乎发现了什么 妈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井桥便直接询问 他是否想知道爸爸的事情 安安却连连摇头 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都没有参与 那么他就失去了 当爸爸的资格了 我有妈妈就足够了 看着如此懂事的安安安 井桥紧紧地把他拥入怀中 喂 你们再磨蹭一桌鸡 都被我吃完了 来者正是井桥的室友白人 而他也是安安的 武叔启蒙老师 时隔五年 靳延深依旧没有走出 那段感情 安亚给他做了一桌的饭菜 然而他却一口没吃 是不是我做的 这些菜铺和你的胃口 安亚一脸愁容 靳延深却并没有理他 拿起桌上的文件 就准备离开 自从井桥走后 他整天郁郁寡欢 或许这一生 就该这样结束 此时的将军也老了 他虚弱的也只能 静静地坐在那 忽然他转过头来 只见林安亚 缓缓地走了过来 时候不早了 我让吴白诉你回去 靳延深冷冷地说道 我不想回去 你还直接紧紧地抱着他 延深哥哥 你去我好不好 我们已经订婚很多年了 我知道你心里 还留着井桥的位置 可是延深哥哥 人总要向前看 他已经死了 你总不能一直这样 消沉下去 够了 林安亚我允许你 留在我身边 只是因为林奶奶 对我有问 你不要得寸进尺 回去吧 林安亚我恨你 为什么你死了 还阴魂不散 男人奋不顾身 就落水宝贝 女主因此答应 他去一趟Z国 因为申请了 一个月的假期 井桥带白染和安安 出去度假 此时的安安一脸兴奋 他独自一人 就朝海边冲去 而井桥一脸担忧 他叮嘱着安安 千万要小心 哎呀你就别担心了 安安从小就被我训练 简直就像水里的鱼 白染一脸自豪地说道 听此 井桥也放下心来 他正打算去边上 去买丁麒麟 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身前 是裴少廷 井桥一脸惊诧 他怎么在这里 下一秒便直接飞奔出去 嘴里还不停地 念着变态跟东黄 而他也拨通了Jack的电话 他正准备质问 自己的老板 男人却直接来到了 他的身边 别逼他了 对于Jack来说 公司比他的命都重要 看到了赔偿条款的瞬间 他就把什么都招了 然而井桥依旧 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这样对我死缠烂打的 意外失踪 白染正在焦急呼喊着 井桥瞬间呆住了 他疯狂地朝海边跑去 并竭力地嘶喊着 然而却并没有回应 男人见此直接冲了过来 他安抚好井桥 便扑通一声潜入海人 此时的井桥 还在焦急地等待 忽然安安直接 从水里冒了出人 妈妈 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说着炫耀着手里的海锅 见此 井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白染正打算 教训下这个淘气 谁知他却想起了 刚才的那个人 到现在还没上来 糟了 井桥不由地大声喊了起来 片刻之后 裴少廷被白染缓缓拖了上来 你不会游泳 还扎进水里 你不要命了吗 井桥一脸担心地说道 男人只是微微一笑 而他也告知 之所以想让井桥会自国帮他 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相信其他人了 他虽然贵为裴家的大少爷 但也只不过是个私生子 有太多人想要他死 三年前井桥曾救过他一命 而害他的人 却是他最好的朋友 C国江北的那个项目 是他家老爷子 对他的最后考验 成则称王 败则为寇 因此他也绝不允许自己失败 听此 井桥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我可以和你回Z国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说过你逃不掉的 男人满眼心红地瞪着他 井桥 你永远都属于我 此时的井桥犹如坠入了地狱 他疯狂地嘶吼着 忽然一阵熟悉的声音 传到了他的耳中 他赶紧睁开了眼睛 又做噩梦了吗 白染一脸担心地问他 嗯 我又梦到他了 昨天他刚刚答应 陪绍婷同意去Z国一堂 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 整个项目中他只负责设计 至于投标回报等 需要在众人视线中的工作 他不会参与 陪绍婷果断地答应了 他却一脸好奇地问为什么 然而井桥只是静静地坐在那 并没有打算理他 见此 男人也只能乖乖地离开 也许是要再次回到Z国的原因 井桥又做起了那个可怕的梦 这都多少年了 你怎么还在他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啊 白然感叹道 要是让我看到他 我一定打得他屁股开花 你就知道逗我 井桥也微微地露出了笑容 我才不是逗你 你想想 你从Z国来到这里 都已经过去了多久了 你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你为了挣生活费 挺着大肚子在餐厅洗碗 后来生活开始变好了 你在生井安的时候 却又遇到了大猪血 差一点就没命了 井桥 鬼门关你都闯过了 那剩下的人生里 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井桥呆呆地坐在原地 忽然他握住了白然的手 我明白了该怎么做了 我走之后就要麻烦你照顾井安了 而此时的井安却一脸忧伤 他想和妈妈一起回敌 他要保护自己的妈妈 井桥机场巧遇进水墨 而他也比五年前更帅了 随着飞机的慢慢降落 井桥一声职业装现身于Z国机场 忽然助手尴尬地叫了起来 井总监你帮我看一下行李 我肚子疼 井桥一脸嫌弃 都跟你说了不要吃那么多冰淇淋 还没等他说完 助理直接飞奔了出去 无奈 他只能无聊地看看国内的新闻 忽然 一条重磅消息映入了他的眼帘 雷市市长乐广成落马 近市集团继承人进水墨或将回国 就在此时 一群人纷纷地朝机场出口跑去 井桥一脸好奇 难道是有什么明星吗 只见一男子英姿萨首的从远处走来 而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熟悉的围巾 是进水墨 他怎么回来了 而此时的记者已把他围得水泄不同 男子只是微微一笑 你们啊 究竟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获利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有什么问题快问吧 看到如此帅气的男人 一旁的记者们都开始泛起了花痴 而他们也纷纷开始提问 忽然一个男子提到了乐广场 听说您是因为害死了乐市长的儿子 才远复远复 是真的吗 一旁的女记者纷纷开始责备起来 你问的这是什么问题 真是没脑子 然而进水墨却不以为一 对于你们刚当的问题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那我只能说 多行不易必自闭 见此 景桥也赞叹了起来 这家伙看起来成长了不少了 此时助理也急匆匆地赶过来 我好了警主编 景桥为了不暴露自己 说着便带着助理离开 而此时的进水墨好像听到了什么 他猛地转过头来 那个人好像是景桥 难道他没有死 八道总裁很下心来比谁都可怕 他想尽办法让弟弟这辈子不能回国 而这一切只是不想他接触景桥 然而天不遂人怨 他不仅扳倒了是市长乐广城 顺利地回到Z国 而且还在机场遇到了景桥 他连忙摆脱记者的询问 大度地冲向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定是他 他肯定还活着 还没等他的手触碰到那个女人 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他的身前 静水墨瞬间呆了 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吗 无奈 他只能连连道歉 男人的内心变得无比失落 景桥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在了吗 殊不知景桥刚刚和他擦肩而过 此时的助理也走了过来 而助理也告知下边的行程 是见一见他的哥哥静延深 此时的水墨倒是无比的期待 五年没见了 你还好吗 我亲爱的哥哥 而此时的静延深也忙于成北的那个项目 目前最有威胁的正是裴氏集团 助理也告知裴氏集团聘请了国外高级设计师 中标的可能性很大 静延深一脸好奇 当他询问那高级设计师是谁时 助理却告知他们并不愿意透露性格 静延深瞬间觉得有些不对劲 通常以国外设计师作为卖点 一般都是为了他的名头 但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当他询问自己的主任设计师是谁时 助理却告知是林安亚 此时的静延深一脸的怨 就是这个恶毒的女人害得他失去了景桥 然而助理却看出了他的心 林安亚的成绩未列宾 没有理由不选他 尽管如此 静延深依然打不开他的心结 忽然秘书告知他的弟弟静水墨来 静延深犹豫了一番 让他进来吧 乐广城落马的事情应该和水墨有关 那他或许就会知道 当初和乐市长谈条件时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事实正如他的所谈 乐广城下马正是静水墨的劫子 而他也得知当年乐广城 并没有让他出国这一复杂条件 所以大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静水墨轮猛地问道 弟弟的一戏话 让静延深瞬间有了希望 而他也再一次见到了景桥 静水墨得知哥哥逼他去国外 只是不想让他接触景桥 他瞬间发起飙来 也许当年他没有出国的话 景桥就不会出事 如果你不那么自私 早早放手的话 那他现在还好好的站在你我面前 可他现在已经死了 静延深逼语道 他没有 静水墨疯狂地嘶吼着 就算我在机场认错了人 就算我找遍全世界还是找不到 我也绝不会放弃的 我和你不一样 你就是个卑鄙自私的懦夫 说着便夺门而去 而此时的静延深 也拨通了叶绿的电话 水墨说在机场见到过景桥 虽然他说可能是认错 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查一查 然而叶绿却劝他放弃 五年了 你但凡听到些子虚无有的消息 就去查 你不累我都累了 当他听到双倍工资 绝不欠账的那种事 他却欣然接受了 而此时的景桥和裴绍廷 一起参观开发的场地 怎么样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裴绍廷一脸好奇地问道 而景桥却爽快地告知 两周之后就可以出节目 男人瞬间惊呆了 这效率杠杠的呀 你是不是对这里很熟悉 殊不知大学的时候 他们就来过这儿 还做过专门的课题 这里的每栋房子 每座桥 甚至每个小吃店的名字 他都知道 此时的助理 已经馋得不行了 他嚷着要吃遍 所有的美食 景桥也爽快地答应了 而此时的景严深 也带着林安亚 来实地考察了 看到如此熟悉的场景 他竟饿开了花 而景严深却心不在焉 为了缓和气氛 他拉着男人 就打算去试密县 然而景严深却果断拒绝 当他提到以前 和景桥经常去的时候 景严深竟直接答应了 而恰巧景桥 也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以前经常来这里的 一个熟悉的声音 传到了景桥的耳中 景桥瞬间如实话了一般 而老板的一细话 更是让他确信无疑 嗯 记得记得 以前你们不是经常来吗 此时的林安亚 也一脸猛逼 老板你刚刚说的 我们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 见此老板连连道歉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老板不用找了 景桥丢下手中的钱 就静止地朝后门走去 此时的景严深 也发现了不对劲 那个人好像是景桥 他刚想追上去 几个陌生人 直接挡住了他的去路 而此时的林安亚 他再次朝后门看去 已是空空如也 是我的错觉吗 景严深一脸不可思议 景桥赶忙把剩下的工作 交付给了助手安娜 并以身体不适为由 打算先回酒店 陪绍婷似乎发现了景桥的不对劲 我送你回去吧 这个时间人很多不好打车 万一遇到了不想见的人 还没等他说完景桥 就欣然答应了 所以你和景严深是什么关系 男人一脸好奇地问道 这与你无关 景桥怒对道 怎么会无关 这次招标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景严深 自然要知己知彼 经我调查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陪绍婷 如果你还想让我帮你设计 就不要探查我的隐私 然而男人似乎并不打算放弃 你拒绝我是不是因为你还爱着他 景桥深深地吸了口气 你要听实话吗 那我告诉你不是 我拒绝你只是因为对你没感觉 这与我爱不爱景严深一点关系没 我就是不喜欢你 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陪绍婷一脸恐笑道 不过我不会放弃的 总有一天你会接受我的 男人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是他 这就是他 自从白天见到了静严深 景桥便开始慌了起来 白染也不由得替他担心 总是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 你有想过遇见他之后你要怎么办吗 如果他纠缠你 你要怎么办 景桥瞬间语塞 在他的内心却依然爱着那个男人 而一旁的景安也听到他们对话 他瞬间开始担忧了起来 要是那个男人发现了妈妈怎么办 不行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此时的白染也发现了安安的怪异举动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白染一脸好奇地问道 我要去Z国 我要保护我妈妈去 安安阵阵有词道 说着猛地把箱子合了起来 一个月那么长的时间 谁知道会发生点什么事 难道你就不怕我妈妈又被坏男人骗去吗 白染却犹豫了起来 一想到景桥哭穷卖惨的样子 他浑身的鸡皮疙瘩都掉了下来 而最终他也决定和安安一起奔赴Z国 而静严深也告知叶绿他好像见到了景桥 为了确定他真的还活着 他们打算去机场翻看当天的金桥 叶绿叮嘱着自己的儿子小周不要乱跑 他马上就出来 南海奶生奶气的瞬间就答应了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监控室 当他们讲来此的目的是 工作人员很快就答应下来 只听见一阵犀利的操作声 电脑屏幕上瞬间出现了两个熟悉的声音 你看看这个人是他吗 静严深不由地凑到了跟前 很像可以放大一些吗 工作人员随即放大了好多 这已经是极限了 此时的静严深忽然变得异常的安静 一旁的叶绿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肩膀 严深不要灰心 我们可以再想其他办法 谁知静严深却直接吼了起来 不 不需要下次 这就是他 而他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殊不知此时的小周已悄悄地离开 这么说他还活着 太好了 此时的叶绿比静严深还要激动 殊不知自己的娃已悄悄地离开 当他推开门的那一刻 整个人瞬间崩溃 他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此时的景安已到达自己国际场 而白染却意外地被监管人员拦住 这一切只因为景安的行李箱里发现了凶器 白染连连道歉 我是个武师 平常会教这孩子学一点 我回去一定好好地教育他 听此 安检人员才放他离开 而那些凶器却直接被没收了 此时的景安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忽然他看到一个人窝在角落 上前一看 竟是一个年纪相仿的小男孩 见此 他便直接打算离开 小男孩却直接抓住了他的手 别走 我想上厕所 求求你 无奈 景安只能乖乖地答应 可没走几步 男孩却再一次把他拉住 我站不起来了 男孩一脸委屈 景安瞬间一脸黑线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下一秒便把小周背了起来 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着 你要是敢尿裤子 我一定打了你找爸爸 片刻之后 小男孩终于解决了燃眉之急 景安拉着他就打算找警察叔叔 而恰巧被赶来的叶绿碰到了 看到小周安然无视 叶绿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而小周也告知是景安帮了他 男人连连表示感谢 并询问他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此时的景安却一脸严肃 我的爸爸他死了 叶绿瞬间惊爆了 真是对不起 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吧 然而景安却直接拒绝死 当他转身打算离开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了他的身前 此时的景安深一脸好奇 为什么他看起来是如此的熟悉 男人竟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女儿 而女孩却把他当作坏蛋 他俯下身子询问女孩的名字 景安瞬间感觉不安 这个叔叔怎么这么奇怪 下一秒便开始斥责起来 景安深一脸尴尬 现在小孩都这么成熟的吗 他缓缓地蹲了下来 正打算告知他的姓名时 景安却直接飞奔了出去 景安深一脸飞现 一旁的叶绿也哈哈地笑了起来 你顶着这张脸 就不要和人家孩子搭讪了好吧 怎么看都像怪叔叔啊 我不是刻意搭讪 只是看到他的时候 我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景安深反驳道 而此时的景桥也接到了白染的电话 当他得知安安也来到了Z国 瞬间慌了起来 下一秒便开启了暴走模式 白染还在苦苦哀求 要是你不来 那我和安安可就要在 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流浪街头了 无奈 他赶忙安排好手里的工作 并急冲冲地朝机场走去 而安安也捏手捏脚地 走到了白染的跟前 你这个丫头还知道回来啊 你告诉我为什么 要把那些东西放进行李箱 我们差点就被当作苦补分子了 白染掐着安安的脸单怒直到 安安却满脸担心 如果不带那个 万一那个坏男人 来找我妈妈麻烦怎么办 我怎么保护他 那你也不至于 还没等他说完 白染便发觉安安在不停地颤抖 而安安也告知 他刚刚遇见了一个怪人 白染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在哪 他对你做了什么了吗 他只是问了我 什么都没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害怕 此时的安安还在不停地颤抖 白染赶忙把他抱了起来 不用担心 我已经给你妈妈打过电话 他一会就到 女孩猛地转过头来 那一刻时间犹如静止了一般 十个五年的两个人终于对上了眼 就在刚刚 静延生准备驱车离开 男人却忽然停了下来 他再一次看到了那个小女孩 而此时的景安也发现了他 静延生担心再一次 吓到面前的小女孩 他面带微笑地朝他打招呼 而此时的景安却猛地缩回头去 景桥一脸好奇 啊你怎么了 而他也告知后面 有一个人一直盯着他看 景桥猛地转过头来 他瞬间呆住了 是静延生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景安也不由地担心了起来 他不停地叫喊着妈妈 景桥也终于缓过了神来 他一脸忧伤地看着女儿 下一秒便疯狂地跑了出去 白染一脸好奇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看到我了 而他也告知静延生就在自己身后 听此 白染也慌忙地转过头来 只见景延生疯狂地追了过来 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要去哪里 此时的景桥也一脸茫然 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见男人还在慢慢地逼近 忽然 一辆黑色的轿车急速地停在了路边 快上车 陪绍廷急切地呼喊着 见此 静延生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下一秒 车子便快速地驶离出去 此时的景桥还惊魂未定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他发现我了 那接下来会 景桥不由地害怕了起来 此时的安安一脸担忧 他轻轻地安抚着妈妈 景桥却强装镇定 妈妈没事 你不要担心 白染也附和道 你一个小孩子不要总操大人的心 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 我现在只好奇一件事 陪绍廷先生你怎么会这么巧地出现在这里 女孩本以为逃脱了男人的追踪 殊不知静延生就在他的身后 就在刚刚 静延生发现自己心心念念的爱人并没有死去 他疯狂地追赶着景桥 眼看景桥就要被男人追到 忽然一辆黑色的轿车急迟而来 来者正是陪绍廷 贝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白染一脸好奇地问道 男人捋了捋头发 当然哪里有需要我就会出现在哪里了 景桥三人瞬间投来了鄙视的目光 陪绍廷瞬间紧张了起来 你们那什么眼神 搞得我是个跟踪狂一样 而他也不得不告知是安娜 他说你急匆匆地就走了 好像有什么狠急的事情 所以我就赶了过来 结果我刚到那里 就看到你抱着安安在跑 听此了 景桥也终于放下心来 而此时的陪绍廷也开始借机煽情 我不想跑跟问底逼你去说什么 我只希望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想到我 这位叔叔 开车的时候不能分心 要好好看路哦 我听咔嚓一声 男人的头瞬间被掰正 片刻之后 景桥也开始找着两个导弹鬼算长 而他也顿之 他瞬间哭笑不得 我在你们两个的脑子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苦情傻子吗 白染瞬间开始求饶 你看着周围好多人看着呢 无奈 景桥只能暂时放开 当他询问两人打算在Z国待多久时 当然是和你一起回去 白染快速地答道 那你给安安请假了 和我一起的话至少还得有个月呢 请假 白染瞬间呆住 此时的景桥一声怒 想杀人的心都有 他赶忙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并拨通了老师的电话 殊不知背后正有一个人跟在他 当他转过身来 他瞬间呆住了 男人死死地抓住女孩的手 下一秒就把他壁动到墙角 我们该好好谈谈了 景桥一脸怒意 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 那生不如死的滋味你是无法体会的 男人却一肚子疑问 那你告诉我当时为什么要死 为什么你现在见到我猪头 景桥 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死了 男人愤怒地说道 你就该认为我死了 女孩一脸不屑 静言深 对我来说在你身边的每一分钟 都不如死了更痛快 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了 我对你已经彻底死心了 男人瞬间暴怒了起来 和裴少廷是什么关系 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 这与你无关 还麻烦你赶快让开 女孩嘶吼道 然而男人却慢慢地逼近 下一秒便直接地亲吻了上去 景桥费尽全身的力气想把他推开 然而一切都于事无补 无奈 他只能死死地咬住男人的嘴唇 你干嘛 还没等男人说完 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王八蛋 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说着便夺门而去 此时的静言声却呆呆地站在原地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他不爱我了吗 而他的内心也透露出种种的不甘 我一定要让你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看到妈妈迟迟没有出现 安安也开始担忧了起来 片刻之后 他才缓缓地放下心来 然而他却发现妈妈好像哭过 难道又是那个坏男人 他瞬间转过头来 逃不远处看去 只见一个身影远远地矗立在脚踪 并死死地盯着他们 果然是那个男人 他从机场就跟着我 现在又来到这儿 一定是他欺负了妈妈 我不要害怕他了 我要保护妈妈 爸总一脸疑惑 为什么他遇见我会是那样的表情 难道这一切和林安亚有关系吗 静言声决定找他问个明白 而此时的景桥不由地慌了起来 我们必须要换个住的地方 明天我们就动身 白染一脸好奇 怎么这么突然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景桥并没有回答 他只是重重地往沙发上一趟 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回去 而他的眼中也闪现出一丝惬意 然而那两个倒霉蛋却不开心 他们死活都不愿意 白染忽然站起身来 哎呀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但是你能保证我们回到二国就安全了吗 静言声虽然在那边没有实力 但有钱能使鬼推磨 所以说为了避免我们互相担心 还是住在一起吧 安安也在一旁山松点火 无奈 景桥也只能欣然同意 与此同时 叶绿也查到了裴少廷为了竞标成功 从二国带来了个神秘的设计师 而他也告知静言声那个设计师有可能就是景桥 静言声瞬间暴怒 两个小时之内 景桥刚下车 就见一群仆人气声喊道 欢迎夫人回家 是不是很温馨啊 裴少廷一脸谄媚的说道 见此 景桥抱着安安就打算离开 嘴里还嘟囔着我可负不起这里的房租 裴少廷直接冲了上来 我什么时候说要收你们的房租了 都说了是免费的嘛 景桥却更加不开心了 白吃白喝嘛 那就更不行了 我不想欠你的 男人瞬间变得落寞 景桥 我就这么惹你讨厌吗 女孩缓缓地转过头来 我并没有讨厌你 只是这些年我早就习惯了独立 不想亏欠别人态度 裴少廷却依然没有放弃 你应该知道 以景桥在世的事 想找到你简直一如反掌 在这里至少我可以保护你 听此 景桥也只能默默地答应 恶毒女配设法诋毁女主 景桥再一次被欺骗 为了搞清楚景桥 为什么会对自己冷眼相待 景桥决定找林安亚问得清楚 林安亚瞬间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她今天眼神怪怪的 难道是因为 严深哥哥主动找我 我太激动 所以才想多了吗 她一脸开心地坐了下来 当她正准备问 景严深今天为什么要找她来时 男人却直接打断了她 五年前 你私下找过景桥吗 忽然而来的一句话 让她瞬间变得惊恐 嘴里也直直无无地不知如何回答 看到安亚如此大的反应 景严深也终于意识到 安亚真的找过她 当她询问为什么要找景桥时 然而林安亚却并没有否认 只是微微地低下了头 而她那凌乱的双手 瞬间无处安放 片刻之后 女孩一脸委屈地解释 我找她是因为我怕母亲会对她下手 所以我才劝她离开你 可当时景桥说 她说什么了 男人急切地问道 她说她不爱你 一直都想逃离 但是她怕被你报复 所以她才借林家的手顺利地离开 景严深一脸无语 下一秒就起身打算离开 安亚却死死地拉住了她的手臂 严深哥哥对不起 我是怕你难过才一直没有跟你说 景严深直接将女孩推开 猴也不回地就直接离开了 景桥又是你 为什么你死了五年了 还是天天阴魂不散 此时的林安亚似乎想到了什么 严深哥哥为什么突然提起了当年的事 难道林安亚瞬间恍然大悟 而她立马拨通了裴清欢的电话 并拜托她查一查是不是景桥和我 裴家别墅中 景桥还在专心地工作 忽然仆人告知有一位老朋友来找她 景桥一脸惊诧 难道是陈倩过来了 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当她看到来访的客人时 她瞬间呆住了 竟然是进水墨 她怎么来了 两男争一女 场面变得甚是尴尬 裴少廷为了阻止静言深骚扰景桥 她不得不把女孩接到家中 谁知却来了个不速之客 景桥一脸好奇 你怎么来了 进水墨却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老朋友见面也不请我进去做做 给我半杯咖啡 半糖就好 景桥一脸无语 我说 你要这么盯着我看到什么时候 你不是吵着要喝咖啡的吗 干嘛离我这么紧 你那么能躲 我怕一秒没有看住你 你就又溜了 男人调侃了 下一秒便拿出一个小本的技巧 多年不见 景桥对我还是如此的温柔 女孩瞬间投来了一个白眼 你好歹也是近视的继承人 怎么还这么幼稚 完全没有那天在机场接受采访的风范 那你更喜欢哪一个我呢 男人直接凑到了女孩的身前 家里什么时候来客人吗 裴少廷赶忙上前解围 进水墨一脸的故意 裴总 我们小乔乔貌似和你不太熟悉啊 我都调查过了 小乔乔原本住在酒店里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你管过来了 再说了 这些装修简直就是毫无品味 一看就不是小乔乔这个设计师喜欢的 裴少廷瞬间开丝 你眼光那么好 他回国后怎么不去找你 进水墨也毫不示茹 身是不会让美丽的女士主婴 当然得是我上门亲自邀请了 此刻的景桥再也忍不住了 下一秒两人直接被轰了出去 世界终于安静了 他看了看时间 安安他们也该回来了吧 殊不知安安正遭遇危险 他在路边看到一只受伤的小狗子 出于好奇便直接地跟了上去 再进入巷子深处 他瞬间觉得不大对劲 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刚想转身逃走 一个猥琐男人直接拦住了他的拳 下一秒 一个光头男人也慢慢地逼近 安安趁机逃跑 男人却死死地把他破除 这下完蛋了 忽然一只狼狗飞身而来 他死死地咬住了男人的手 男人的嘶吼声响彻天地 恶毒女人再起风波 当他得知景桥还活在世上 竟打算在酒里下药 他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拿下静言声 而此刻的男人却在戒酒消愁 明明自己心爱的女孩就在身边 却不能向其施爱 他只能静静地守护在他们的身边 这一次他不会再贸然把他吓跑 他一脸疲惫地回到家中 却看到迎面而来的林安亚 男人一脸好奇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不要再来家里了 安亚却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下一秒 他便搂着男人的胳膊开始撒娇 言声哥哥 我给你做了最爱吃的菜 过来一起尝尝吧 说着地上了饭菜就往男人的嘴里送 男人一把把他推开 够了林安亚 我们取消婚约吧 女孩的手护筋开始颤抖了起来 为了避免尴尬他转身就打算离开 静言声却一把拉住了他 都这么久了 你想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 你应该知道我并不爱你 何必这样了 女孩瞬间眼泪汪汪 是他回来了对不对 所以你非要和我取消婚约 静言声的态度却非常强硬 无论景桥有没有回来 林安亚你给我挺清楚 我都不会和你结婚的 我说过我默讯你待在我的身边 只是因为你是林奶奶的孙女 所以你不要再妄图得到什么 原本我以为时间久了 你都能想通 但是我错了 你一直在越陷越深 你早点自己回家吧 明天我会让人换了家里的醋 此时的林安亚瞬间崩溃 伤心的泪水已布满了他的脸庞 下一秒他却变得格外淡飞 言声搁搁我答应了 说着端起了一旁的红酒 我会好好想清楚你今天对我说的话 那你可不可以喝了这杯酒 当时原谅了我这些年的任性 或者当做是告别吧 见此 静言声爽快地答应 他接过递来的酒杯 一口直接温了下去 片刻之后 静言声开始变得惊声恍惚 他的视线也开始渐渐地模糊 言声哥哥我扶你去休息吧 渣女为了得到男主 静在酒里下药 而男人也陷入了他的圈套 静言声的视线也渐渐地开始模糊 隐约中看到景桥就在自己的眼前 看到女孩慢慢靠近 他也逐渐卸下防备 忽然他猛地把女孩推开 故你不是 滚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到你 说完男人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 然而林安亚却不打算放弃 他猛地从后边抱住静言声 言声哥哥你的身体好烫 你现在一定很难受 让我来帮你吧 很快就好的 说着女孩就帮男人宽衣紧带 哪怕你帮我当成景桥也没关系 只要你愿意我怎么样都可以 男人用尽全力将女人推开 下一秒便直接倒地 因为要无作用 此刻他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林安亚刚想继续 将军却直接出现在他的面前 下一秒便疯狂地嘶吼着 见此 林安亚只能放弃 而此时的景桥也一脸疲惫 他总觉得那个家伙就在附近 忽然他的手机却抢了起来 而他也被告知 城北的那个招标方案出大事 听此景桥瞬间慌了起来 那是他的原创方案 怎么会出问题呢 当他回到家里 白染就告知 现在网上已经炸锅了 到处都是设计稿 为同的相关的新闻 无奈 他只能再一次找到了静言声 而他也告知 林安亚提交的设计方案 正是他大学时的课题 并附上了相关图纸以及证据 静言声也颇为震惊 然而这并非小事 他不得不找林安亚再次确认一下 当男人邀请他进屋等消息时 景桥却犹豫了 下一秒便打断拒绝 我还是站在这里等觉 还没等他说完 将军从远处直接飞奔了过来 看着这温馨的画面 静言声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女孩静静地看着曾经爱过的男人 没有想到他还会有主动来找他的这一天 静言声不由自主地撇向了景桥 吓得他瞬间转移视线 看到男人一挂断电话 他便急冲冲地赶上去询问结果 而静言声却告知林安亚并没有接他的电话 他们不得不决定去林家走一趟 而此时的林安亚显得格外的落幕 看着静言声打来的电话 他不禁开始颤抖了起来 此刻他犹如惊弓之鸟 冰冷的身体犹如石化了一般 你要这样到什么时候 快给我起来 林母说着就把他拖了起来 让你去搞定静言声 结果却搞得一塌糊涂 现在抄那小贱人的东西被曝光 再这样下去 你只会一无所有 林安亚还在奋力地挣扎 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时以为他已经死了 才会用那一般稿子 现在言声哥哥一定很讨厌我 不会听我解释的 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阵敲门声 而仆人也告知是静言声带着警桥来了 林母瞬间紧张了起来 听着安亚 这是个好机会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承认抄袭的事情 至于具体要怎么解决 妈妈会帮你搞定 于是他缓缓地走到了静言声的跟前 并虚情假意地寒暄了一番 然而静言声似乎并不打算理他 他开门见山就告知 要和安亚确认些工作上的事 甚至还提到有一件私事要和他商谈 景桥瞬间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难道是和安亚的婚礼 下一秒又觉得自己开始犯截 还是赶紧把抄袭的事情解决要走 林母却一脸精灵 他打算把静言声支开 让景桥直接去找林安亚 景言声还想阻拦 景桥却静止地走了上去 难道他这是生气了吗 此时的林母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时隔五年两闺蜜再次相见 单纯的女孩却再次遭到欺骗 景桥一开门就质问林安亚 为什么抄袭她的设计狗 林安亚瞬间变得语色 下一秒便直接冲出门去 景桥一脸惊慌 他赶忙从楼上追了下来 谁知脚底一半 整个人就从楼梯上直接摔了下来 幸亏景言声手速过快 他稳稳地接住心爱的女孩 景桥一脸恍惚 还没等他缓过深爱 景言声便急切地问他 出了什么事 而他也告知林安亚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跑了出去 听此 两人便慌忙地跑出去寻找 然而此刻的林母却假惺惺地来到景桥跟前 景小姐说不定你们只是想法状了 你为什么非要揪着是亚亚抄袭的呢 说着便把眼神转移到景言声身上 亚亚这两天情绪本来就不稳定 要是真的受到刺激想不通 听此 景桥正打算解释 忽然一阵阵吵闹声传入他们的耳边 抬头一看 竟发现林安亚站在远处的高楼顶端 景言声瞬间紧张了起来 他急忙地跑了过去 景桥也紧随其后 男人却忽然转过身来 你就待这里 别跟过来了 景桥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为什么这么说 此时的景桥五味杂陈 难道他也认为是我逼他的吗 恶毒的林母也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言声他紧张亚亚也是难免 毕竟他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又快要结婚了 面对如此高楼 此时的林安亚也不由地害怕了起 看到景言声的到来 他猛地扑到了男人的回 嘴里还唠叨着我就知道你会来 看着远处相拥的两个人 景桥显得无比的落寞 也许他真的就不应该回来 一旁的众人还在议论纷纷 原来是小情侣吵架 散了吧散了吧 此刻的林母还在火上浇油 景桥满脸忧伤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们在自导自演 忽然一只大手从她的脸庞穿过 笨蛋 不想看那就不要看了 女孩一脸无助地低下了头 为什么善良的人总要被欺负 为了查清设计稿抄袭问题 景桥显和景桥一起找到了林家 谁知林母却安排了一场好戏 景桥显再一次遭景桥误会 而近水墨却也莫名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见此景桥一脸好奇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近水墨略作迟疑 以背着我去见大哥 现在还要这么无情地质问我好吗 下一秒便装作一副心疼的模样 无奈 景桥也懒得再去询问 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难过才这样的 但是 如果你知道这些年我是如何熬过来的 你就会明白 对于那个男人我不会再抱有任何期待 殊不知此时的景桥显已来到了他的身后 看到景桥显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 林安亚却故意地贴到了景桥显的身边 严显哥哥 是不是我刚才吓到你了 然而景桥显却依旧沉默不语 场面也一度变得干大起来 忽然一阵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而他也得知部门的王经理有急事找他 是关于设计方案的事情 刚到公司 那个王经理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扛了下来 那天他去催口 林安亚正好不在 于是他看到了桌上的设计导很惊艳 就把他拿了过来 后来林设计师来找过他 告诉他那只是用来找林感 但文件已经上交了 所以此时的景桥不禁皱起了眉头 见此林安亚却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景桥对不起 我太喜欢你那个作品了 我只是想画出来在上面打磨一下 没想到会这样 我真的不是故意 但是你要是骂我能挺弃的话 怎么骂都行 要不你打我吧 此时的林安亚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说着就挥起景桥的手向自己打去 景桥一脸无语 为什么曾经的规律会变成这样 他还是我认识的林安亚吗 为了不再与林安亚纠缠 景桥告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但他需要得到合理的赔偿以及公开道歉 景严深一脸歉意 赔偿和道歉是应该的 我会召开记者会对这件事情说明 听此 景桥头也不回的就打算离开 看着面无血色的景严深 林安亚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了男人的身边 严深哥哥 我是不是给公司闯祸了 还抹黑了 男人却冷冷地问他 你今天说的都是真的吗 林安亚瞬间慌了起来 严深哥哥 难道你怀疑我是故意抄袭景桥的吗 可是我没有这么做的理由啊 这太容易被景桥拆穿了 不是吗 男人却一脸镇定 我记得我们当初都以为景桥已经死了 所以你才拿过来用了吧 不过 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你今天似乎对景桥还活着一点也不惊讶呀 是因为你调查过景桥 你和林伯母早在今天之前 就知道他还活着对吗 为什么林伯母一开始就要把我支开 为什么景桥和你单独在一起 你就会突然跑了出去 为什么王经理莫名其妙地出来认错顶分 又为什么水墨就那么刚好地出现在了景桥的身边 那只有一个解释 从我和景桥踏入林家的那一刻起 一切就是你和林伯母自导自演的戏码 听此 林安亚瞬间开始发狂 不 不是这样的严深哥哥 任凭他如何解释 然而静严深却并不打算领会他 记者会那天你不用粗息了 还有公司现在不缺人手 以后你也不用了 说完静严深变愤怒的离开 此时的林安亚气得咬牙切齿 景桥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景桥被猪拱了吗 男人犹如五雷封顶 静水墨刚把景桥送回裴家别墅 却遭到安安的阻拦 怪叔叔不准欺负妈咪 你你你你你有孩子了 景桥不禁被吓了一跳 是啊 惊不惊喜一不意外 上次忘记介绍了 其实我和景桥的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景桥瞬间发起飙来 裴少廷 拜托你别开这种玩笑 一旁的安安也一脸嫌弃 我这么聪明可爱 怎么会是陪叔叔的孩子 景桥为了告知静水墨事情的原委 他不得不把安安支开 然而安安却一脸犹豫 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他盯着一旁的静水墨 如果你欺负妈妈的话 我就把你踏踏了 见此 景桥也深深地叹了口气 安安不是针对你 他只是怕我被欺负 而他也告知五年前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当初怀孕了 大哥却不要 然后你用了他给的一千万等仓 支开了那些逼你堕胎的人 才保住了这个孩子 是的水墨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我当你是朋友 所以不想瞒着你 安安他并不受欢迎 我不想让那个人知道他的存在 更不允许他受到半点伤害 看着如此坚强的景桥 静水墨愈发地变得心疼了起来 这次一定是上天给我机会了 我绝不会再放手了 他果断地答应了景桥 就算有一天被大哥知道 想对你们做什么 我也一定心尽全力报 说着就打算和景桥 来一个热情的拥抱 地旁的安安瞬间发现了不对镜 下一秒 一束水柱直接滋到了男人的脸上 不好意思啊 静二少爷 陪孩子玩难免就失手了 静水墨爆木 两人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撕扯 安安则拉着妈咪的手 这里太吵了 我们换个地方玩吧 男人终于敞开心扉 说出了对女主忠贞不渝的爱 然而景桥却一脸冷淡 也许是被伤得太深 这一切让他很难再接受 为了恢复景桥名誉 静言深如约地举行了记者发布会 而他也澄清设计图纸的确是景桥所做 他并不是一个新晋级的设计师 而是一个享有顶级盛誉的设计专家 听此 众人们议论纷纷 当静言深告知林安亚已经拧就辞职时 景桥也大吃一惊 静言深竟然没有护着他 此时的白燃也过来庆祝 这下你终于不用背锅了 当他们转身打算离开时 男人的一戏话却让他戛然而止 对于我和林设计师之间的关系 这不过是一场早该解除的错误婚约 听此 全场立即沸腾了起来 各种质疑纷纷地被提及 而静言深也说出了隐藏多年的事情 当初出于对已故恩人的感激 试图尝试拿感情作为回报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我才明白感情是无法控制的 但后来 我还是失去了哪 时间会让人清醒 也会让人变得更加偏执 最初的感情交易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我曾设想过很多重逢的场面 却没想到会是那么的糟糕 这一次 我不再想失去它了 听此 白冰直接炸毛了 这是记者发布会还是单身宣告会了 五年前自己都做过什么不清楚吗 脸皮这么厚的吗 这种渣男说的话就不能行 要是这个心境的混蛋再来骚扰你 我一定做给他 一旁的安安也举手适应 无论哪个冠叔叔让你不开心 我都会做给他 见此 景桥满脸欣慰 抄袭事件虽然已经澄清了 但不知道陪氏那边具体怎么样 当他来到陪少廷办公室的门前 他却听到了一阵激烈的争论声 男人抄袭板凳就向女孩砸去 眼看景桥就要遭到重创 忽然一个男子冲了出来 紧紧地把景桥护在怀里 就在刚刚 景桥去陪氏集团了解目前项目情况 因为抄袭的事件搞得他们也是一头雾水 可刚到门口 就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一个号称张叔的人在不停地指责景桥 陪少廷则不愿意了 不说她是我喜欢的女人 就她的设计水平 当前是应该是无人能及 何况这次的抄袭事件已经澄清 她只不过是受害者 然而那个张叔却以时间来不及为由 处处刁难陪少廷 见此 景桥赶忙拿出她连夜完成的新版设计稿 并以全新的视角来阐述设计方案 然而那个男人依旧不依不容 在他看来 一个晚上赶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 然而景桥却一脸自信 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 咱们拭目以待吧 男人背对得哑口无言 拍拍屁股就打算离开 见此 陪少廷也乐呵得不要不要的 当他看完新完成的设计方案 不禁赞叹了起来 这版设计的确比原先的更完善 更有创估 为了庆祝项目顺利实施 他们决定一起出去庆祝一下 而景桥也把他们带到了城南的一家老店 那里可是充满了他小时候的婚姻 当他告知是来吃秦婆婆做的点心时 男人却告知他们可能要白跑一趟 因为他的母亲一直在住院 景桥刚想问秦婆婆为什么要住院时 三个猥琐男人忽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并威胁他们赶快搬钱 见此 秦叔叔拿着扫把就打算把他们赶死去 还不忘叮嘱景桥赶快离开 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被这几个人打伤了 裴绍婷也赶忙上前阻止 然而这些人却把他死死的扣了 下一秒便直接抬起柜子就往外给买 景桥赶忙堵住了大门 并告知他已经报警 男人二话不说就抄袭了 狠狠地向景桥砸去 只听哐当一声 一个男人死死地把景桥布在身下 女孩猛地转过头来 怎么是他 然而刚刚那一幕依旧让他惊魂未定 靳延伸也庆幸自己来得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设计稿抄袭事件 城北的投资项目不得不被叫停 而他们也准备开启人事地区规划项目 因为高铁线路规划设计到城南老去搬签 靳延伸决定去看一下搬签的镜子 因此才有了刚才惊醒的一幕 小混混见形势不对 赶忙急着离开 几个彪性大汉却直接拦住了他们的去 接下来就是一阵疯狂的叔叔 景桥见此却无情地转过头去 无奈 靳延伸找到了饭店的老板 也告知他是城南搬签的负责人 景桥却一脸惊讶 他竟然是负责人 难道他也是来赶秦叔叔走的吗 说着直接拦在了靳延伸的面前 吴白一脸尴尬 他本想出来解释 一阵电话铃声却传入耳中 当他们得知秦婆婆在医院昏倒时 靳延伸立马给他换了市里最好的医院 吴白安排好一切打算离开 景桥却叫住了他 而他也告知自己想和靳延伸好好地谈一下 当他推开房门 却看到靳延伸艰难地给自己包扎 女孩瞬间猛了 那个健硕的身材再次呈现在自己的眼前 下一秒便急忙地转过身去 脸上却泛起了一阵阵的红韵 此时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吧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靳延伸便开始热情地宽败 景桥却默然拒绝 而他也询问为什么是城南老区需要拆迁 当靳延伸告知那是正主早就开始规划的效果 女孩瞬间变得沉默 但一想起城南老区拥有他小时候的婚姻 也是秦婆婆这样老一辈人的根 他就开始变得赶伤起来 而这一切都被靳延伸看在眼里 男人猛地把女孩壁冬到墙角 下一秒便直接吻了上去 看着面前的男人 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他死死地扯住了男人的下唇 只见男人的嘴角渗出了一抹红色 然而靳延伸似乎并不打算放弃 殊不知背后的伤口已裂开 洁白的衬衫已被染成了血红色 无奈 靳延也只能慢慢地放松下来 片刻之后 靳延伸也缓缓地将它松开 而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靳延趁机赶忙把他推开 下一秒就是个大嘴巴子 看来上次那剂耳光还没有让你清醒 女孩怒斥道 靳延伸擦拭着受伤的唇角 他知道靳延短时间不会再相信他 于是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从此刻开始 他要重新开始追求眼前的女孩 靳延一脸无语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说完便气呼呼地离开 而此时的靳延伸却一脸得意 看到迎面而来的靳延 吴白正打算打招呼 却看到靳延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 吓得他只能乖乖地站在原地 片刻之后 靳延伸一脸潇洒地走了出来 并告知他召开高层紧急会议 而他也决定修改高铁的企划 决定把城南地区除外 整条干线在向南平一九千米 这样不仅能利用郊区建设游乐园 还能够解决老城区搬迁的问题 董事们也纷纷表示赞同 而靳延也通过陪少廷 得知高铁干线搬迁的消息 靳延也颇为惊讶 那个家伙竟然能说服 政典修改规划方案 他刚想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秦佛卑士 却再次在医院碰到了靳延伸 靳延猛地踩了下男人 你现在怎么变得跟跟踪狂一样 说着便气呼呼地离开 然而靳延伸却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靳延瞬间炸毛了 你要是再跟着我我就要报警了 可秦叔叔的一息话 却让他一脸尴尬 原来靳延伸早就来了 男人刚打算重新追求女孩 女孩却打算离开 忙完了城北的设计项目 靳延带着安安就打算回二国 谁知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当他得知遇到突发情况 不得不在Z国多停留一段时间 瞬间发起飙来 然而他听到Z的苦苦哀求后 也只能默默地接受 当他找到项目的对接人王总时 却被告知还有一位重要的人士没有来 忽然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靳延伸 难道他就是那个重要人士吗 靳延瞬间慌了起来 情急之下却打翻了一旁的红酒 服务生赶忙道歉 而这也引起了靳延伸的注意 他赶忙走上前来打招呼 靳延却是一脸的不情愿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就这么巧 说着以处理衣服为由去趟卫生间 而靳延伸也默默地走到了他的身后 难道Z他没告诉你 我是王氏这个项目的投资方之一吗 然而景乔却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下一秒就打算离开 靳延伸却直接堵住了他的去路 我的确有私心不想让你离开 但是在工作上 这次设计能由你负责我才能放心 此刻的景乔恍然大悟 原来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操作的 原本我还奇怪怎么就这么巧 我们的靳大总裁还真是能耐啊 靳延伸微微一笑 你果然很聪明 景乔却一脸不屑 马屁就不要拍了 我们的关系最好不要让王总知道 不然还没等他说完 门外却传来了一阵叫喊声 景乔瞬间慌了起来 可千万不能被他发现 眼看王总就要打开了厕所大门 景乔一把抱住景乔 并迅速地闪到门后 看到洗手间空无一人 王总也只能拨打景乔伸的电话 而此时的景乔却默地盯着面前的男人 为什么每次遇到困难 他都能挡在我的身前 女孩一脸羞涩地询问男人 你关机了吗 还没等男人回答 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景乔被吓得魂都丢了一半 幸好他的电话并没有带在身上 景乔小嘴一句 恶狠狠地盯着面前的男人 靳延伸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是说过已经不爱你了吗 男人一脸委屈 我只是想和你合作 顺便再重新追求你而已 听此 景乔瞬间觉得脑瓜子疼 但一想到拒绝就得赔付巨额的违约金 也只能委屈求全了 为了消除心中的怒气 他也找到了好闺蜜陈倩 多年未见 两人的关系还是如此的亲密 一阵寒暄以后 景乔也告知是靳延伸故意将他留下 陈倩瞬间发起飙来 又是靳延伸那个混蛋 他怎么阴魂不散 见此景乔却心软了下来 也许他骨子里还珍藏着对男人的爱 看到景乔一脸伤感 陈倩赶忙转移话题 当他提及安安时 景乔忽然变得一脸兴奋 而他也告知安安已经被安顿好 他托熟人联系了附近的一家幼儿园 殊不知此时的安安正在搞事情 他抓起男孩的手指就使劲地呆 疼得小男孩哇哇直叫 只因为这个男孩欺负了小钟 而此时的景延伸也来到了学校 因为叶律现在抽不开身 他拜托景延伸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看到景延伸的到来 小周赶忙跑了过去 而他也告知遇到了机场帮过他的女孩 老师指着远去的白染和安安 这孩子的妈妈刚带他离开 景延伸瞬间觉得不对劲 在机场的时候 他明明听到安安叫他白爱 此刻他终于明白了 安安就是他和景延的女儿 男人情不自禁地吻笑女孩 吓得女孩急忙闪开 听砰的一拳 打得裴少廷鼻肿眼歪 放眼望去 静又是进水摸这个小趴菜 两人摩肩擦掌准备把对方干犯 景延见形势不对 赶忙阻止他们犯件 又是砰的一拳 裴少廷被打得一脸无奈 景延赶忙冲上前去 再不阻止就得出人命了 可刚一上前 就看到一个拳头向自己袭来 而此时已根本来不及堵爱 突然一男人突然闪现 把景延死死地护在怀里 接着胳膊一拐 就把裴少廷震到九霄云外 裴少廷一脸无辜 为啥受伤的总是我 静延深赶忙致歉 不好意思 劝架手划了 景延则一脸发呆 看似有嘴滑舌的男人 却每一次都能护他周全 裴少廷擦了擦嘴角的血子 下一秒便打算找女孩告白 静延深赶忙把景延呼在身后 裴总有事的话 我们到楼上详谈 裴少廷一脸无奈 说了声道歉就打算离开 景延却欲言又止 真是委屈了我们裴大总裁 他气呼呼地看着水墨 你这也太冲动了 可男人却变得理直气壮 谁叫他对你动手动脚 说着就去捏女孩的脸蛋 静延深赶忙阻止 景延是你的嫂子 你这么做不太好吧 如果你家的老头子 知道你还在怎会这件事 那受遭殃的可就是他了 静水墨似乎也明白了 事情的严重性 他也只能无奈地选择离开 而景延和景延深 也顺利地前往合同 当他们握手庆祝之时 忽然外边传来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 景延瞬间慌了起来 他赶忙打算离开 可景延深却把他死死地抓住 并摔在一旁的沙发上 林安亚的情绪不好 你现在出去不合适吧 说着指向一旁的角落 你去那里躲一躲吧 女孩捏手捏脚地探出头来 怎么像四做了小三 男人为了免生事端 把景桥藏在一旁的幻衣间 女孩犹豫不决 可听到门外喳喳呼呼的声音 只能委屈求全 轻轻女孩一言不合就闯了进来 嘴里还不停地搞暧昧 可看到男人那铁一般的脸色 瞬间变得发怵 然而他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 严深哥哥我要做你的妻子 可男人却一副气定神仙 他轻轻地放下手中的文件 你如果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滚蛋了 女孩却依然不打算放弃 要不直接生米煮成熟饭都了 说着就向男人扑了过来 静岩绅却丝毫不给他机会 轻轻一闪就让女孩扑了个空 见此招失效 新精女便开始哭穷卖惨 甚至把当初被拐走的事情 还搬了出来 为什么他如此的真心 却不如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小三 甚至小三失踪的那几年 眼前的男人依然都不愿意碰他 景桥一脸无语 怎么好端端的就变成了小三 可林安亚的一戏话却让他变得沉思 难道静岩绅也有难言之隐 而男人依旧斩钉截体 对你的态度我已经很明确 你就不要再多费口舌了 新精女还在线恶毒嘴脸 静岩绅 你迟早会后悔的 如果你想通了 你可以来找我 也许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完便夺门而去 景桥这才放下心来 他捏手捏脚地探出头来 静岩绅刚想解释 忽然却传来一阵阵敲门声 而他也得知 项目会已将在15分钟后召开 为了避免干脏 景桥急吼吼地就打算离开 此时的静岩绅也开始警觉了起来 他决定派人查一下 林安亚最近接触过什么人 特别是静家的那个老头子 女孩一身长裙惊献宛宴 男人们瞬间不淡定了 景岩绅轻轻地揽住女孩的后腰 这是社交礼仪 你可不要拒绝哦 女孩一脸羞涩 景岩绅你果然有一套 因为景桥的设计方案太过于理想化 根本没有从商业价值方面去考虑 董事们纷纷表示反对 景岩绅决定带他去看一看 C式豪华公寓碧水源 经过了一天的观光浏览 景桥灵感告棚 他正打算回酒店窗户 景岩绅却直接叫住了他 并邀请他参加晚宴 景桥本打算拒绝 可当他听到晚宴在碧水源的空中花园举行时 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那可是碧水源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 而他也答应了景岩绅的邀请 晚宴上 景岩绅一身高定帅气登场 看得一旁的女士心欢怒望 主人安东尼赶忙上前欢迎 看着景岩绅然一忍 安东尼一脸不解 静大总裁竟然没有带女伴来 说着便把一旁的洛伊斯介绍给景岩绅 女孩手持香槟就上前打招 可景岩绅却礼貌拒绝 而他也看向了远方 一女子身着长裙闪亮登场 景岩绅赶忙解释 这就是我今晚的女伴 也是是最顶尖的建筑设计师景岩 安东尼瞬间来了兴趣 低头便打算行国际礼物 忽然一双大手死死地把她握住 疼得她眉毛都开始打颤 而此时的安东尼也直接点破 看来景岩绅和景小姐的关系并不一本 景岩绅一脸尴尬 她赶忙以参观为由荒芒的走开 景岩绅却略显不安 没有她陪在身边总觉得不放心 可安东尼却信心满满 这里都是我的贵宾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以想不到的麻烦还是找了上来 两个女孩在卫生间互撕 画面不忍直视 景桥极力反抗 可她竟不是红衣女子的对手 两个人眼看就要亲到了一起 红衣女子发现了不对劲 两个男人正慢慢地向他们靠近 她赶忙往地上一躺 并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景桥瞬间惊呆了 这尼玛不去奥斯卡拿个小惊人 真是亏大发了 红发女子还在不停地抽烟 那可怜的样子比逗亡还要远 下一秒便跪倒在地 毕恭毕敬地给景桥擦鞋子 景桥刚想解释 一个男子却直接冲到了她的边前 并不停地指责和羞辱她 场面也开始变得混乱 众人都开始指指点点 静总带来的女人怎么如此的恶辱 此时的景桥已是百口莫辩 忽然一醉酒男子挤入众人的视线 当她得知景桥欺负了她的宝贝 她抓起一旁的物体 挽得向景桥砸去 女孩扑通一声 直接跪倒在地 景桥被吓得浑身哆嗦 忽然她感受到一阵阵的暖 抬头一看 是静言参 只见她一拳打在醉酒男人的脑 伴随着哐当一声 男子直接飞出了数米远 还没等她缓过神爱 静言参一脚狠狠地踩在她的肩上 男人疼得撕心裂肺 当她看到面前的男人是静言参时 她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那个女人竟然她得罪不起 此刻的景桥还惊魂未定 静言参缓缓地向她靠近 并轻轻地把她扶了起来 然而红衣女子却恬不知耻地开始搭晒 静言参却猛地转过头来 她推了女人 红衣女子瞬间吓得一身冷汗 可她还口口声声说是景桥先开始犯茧 可露伊斯的出现让一切露出水 她拿出手中的录音 众人们也都恍然大悟 原来这都是红衣女子在自导自演 女孩一脸红月 下一秒便扑到了男人的怀里 男人轻轻地将她放在床上 双手和女孩紧紧地扣在一起 此时的景桥一脸醉意 她不知道如何面对静言参 因为露伊斯的鼎力相助 景桥也洗白了自己的冤情 此时的胖男人却显露出另一副嘴脸 她谄媚地低头向景桥道歉 看到景桥并不打算理她 男人便狠狠地盯着红衣女子 下一秒就是一个巴掌 打得女孩直接飞了出去 静言参却是一脸嫌弃 她带着景桥就打算离开 此时的景桥却一脸忧伤 刚才的模样也太狼狈了吧 静言参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 并打算直接带她回家 景桥却直接婉拒 安东尼如此盛情地招待我们 我们却在宴会上导事情 这已经失利了 如果现在就离开的话 那更说不过去了 说着把外套递给了景言参 男人却一脸的花痴 这应该是在为我着想吧 女孩瞬间刷红了脸 而她也默默地转过头去 路易斯忽然来到了她的身前 并告知她无需向安东尼解释 搞事情的那两个人已经被赶了出去 为了驱除心中的不快 路易斯递上了一杯红酒 景桥二话不说 直接干了个底朝天 殊不知这可是高度的红酒 下一秒便直接倒了下去 而此时的景言参 早就站在了景桥的身前 她轻抚着面前的女孩 生怕她受一点伤害 她抱起景桥 轻轻地放到了床上 女孩还在喃喃自语 嘴里还不停地唠叨地咬回家 男人直接扣住了她的双手 下一秒就贴到了女孩身上 女孩一脸恍惚 你到底想干嘛 女孩一脸忧伤 而她也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景桥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来 直接把手放在了火焰之上 景言参瞬间慌了起来 她直接飞奔了过去 赶忙把女孩的手挪开 她一脸心疼地安抚着景桥 殊不知自己的手已被火焰灼伤 景桥却开始变得赶上 迷离的眼神中充满了惆怅 待她回过神来 她赶忙把景言参推开 下一秒便瘫坐在地上 嘴里还不停地抽叶着 景言参不由地开始担心起来 她这是怎么了 男人还在不停地追问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的悲伤 景桥却不停地摇着头 而这一切竟只是不愿意看到她的脸 只因为她像一个人 那是一个让人讨厌 又让人难以拒绝的恶魔 她当着自己的面和别的女孩求婚 因为她还遭受了无尽的折磨 可当她决定彻底离开她的时候 她却总是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在她危险的时候 总是能看到她的身影 总能第一时间帮她排油解脉 本已结冰的心脏 却被她一次次的污热 此时的景桥已经破坊 那滚烫的泪水湿润了她的脸庞 靳延深赶忙上前安分 她询问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她如此的悲伤 女孩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楚 而她也告知五年前 在那个噩梦般的诊所里 就是那个男人打算抛弃她和自己的女儿 此时的靳延深无比的震惊 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她颤颤巍巍的再次找景桥确认 可女孩却不愿意再多说一个字 靳延深一把抱住了景桥 原来她一直都以为是自己抛弃了她 男人一把抓住了女孩 而她也告知五年前的真相 靳延深听到景桥的诉说以后 她不禁开始变得颤抖 她终于明白 景桥为什么如此地敌视她 她把女孩轻轻地拥入怀里 恨不得把所有的爱都给她 殊不知女孩已经进入了梦乡 次日 景桥睁开心松睡眼 并未引入过多的红酒 此刻的她头疼欲裂 忽然她感觉到不对劲 靳延深竟然一直守护在她的身旁 女孩一脸好奇 她怎么会在这里 而她也突然地发觉 这竟然是靳延深的房间 难道是她带我回来的吗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说了什么 景桥的大脑一片空白 她根本记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拉开被子就打算离开 可男人却猛地把她拉住 并恳求她不要走 景桥缓缓地转过头来 她询问靳延深到底想干嘛 男人一脸沉重 而她也告知五年前的那场绑架案 并不是她授权的 从林安亚的母亲 让她参加陪秦欢的婚姻 到被林安亚逼婚 这一切只是那个恶毒女人的圈套 只要她答应订婚 就会放了景桥和安安 可那个恶毒的女人最终还是食言了 等靳延深赶到那个诊所 景桥已经不知所踪 最终她因为太过激 喝出一大口血 因此还住院了一个月 听此景桥无言以对 她也曾死心塌地的爱过这个男人 期盼她给自己带来幸福和永远 甚至对于婚后的美满生活 都一直充满期待 然而一切都被打破 她整天都被恐惧和悲伤过去 当那鲜血淋漓的伤口逐渐开始愈合 此刻的男人却告诉她 五年前的那场噩梦只是一个误会 男人轻抚着女孩 她恨自己明白得太晚 女孩却刻意将她躲开 此刻她心里无比凌乱 她刚想说什么 可到了嘴边的话又被咽了回去 此刻的她 只想自己单独地静一静 而靳延深只能呆呆地站在园里 她恨不得扇自己几下 直到深夜男人还久久不能入眠 她尝试着敲景桥的房门 可却没有一点回忆 当她推开房门的那一刹那 男人忽然变得惊慌失措 此时的屋外细雨绵绵 白染一脸牢骚 这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 忽然电话却响了起来 而景桥也告知她在机场 让白染去接她一下 白染一脸猛逼 她刚想问景桥在哪个机场时 电话忽然中断了 她瞬间开始紧张了起来 殊不知景桥的手机因为煤电自动关机了 景桥也是颇为无奈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关机了呢 看着这漫天的大人 不知道何时才能停下 白染只能求助于静水墨 而她也告知景桥还在机场 但并不知道是哪一个 片刻之后 静水墨也顺利地找到了景桥 而此时的静炎深乘坐 四人飞机也缓缓地开始降落 她刚刚落地 吴白就告知最后一班航班 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落地 出口出并没有发现景桥 景炎深一脸失望 殊不知景桥从她的身边刚刚离开 看到景桥的到来 白染赶忙上前打招呼 可此时的景桥依然魂不守舍 静水墨似乎也发现了不对劲 当她确认景桥是不是不会再接受她的大哥时 景桥却沉默不语 而她也感觉到 此时的静水墨变得格外的陌生 男人猛地推开了房门 却发现室内空空如也 当她看到地上那湿漉漉的鞋子 她瞬间明白景桥已经回来 可不管她如何地叫唤 女孩死都不愿意出来 此刻的男人无比地伤痛 她明明知道景桥就躲在里面 可为何就不愿意见她呢 她还在不停地恳求 希望女孩和她好好地谈一谈 白染赶忙劝女 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 她只会更难受 为了让景桥好好休息 她把静年生带到一个偏僻的咖啡盘 而她也诉说景桥这五年来的遭遇 想当年她为了挣生活费 毅然决定到餐馆去刷盘子洗碗 可她的肚子越来越大 餐馆老板也不得不把她自动 当时他们也只能靠白染 那微薄的工资撑着 没钱吃饭只能每天啃白馒头 更可怕的是 生安安的那一天 景桥遭到意外 羊水提前破了 她靠着景桥的一口气 拨通了求救电话 可在她生产的时候 又因为身体太虚出现了大出血 因为死神的眷顾 她和安安才顺利的渡过危险 可安安刚刚满月 他们就被赶了出去 因为他们一毛钱都没有了 根本无法支付昂贵的房租 他们在茫茫的大雪中熬过了三天 最终在AFC找到了落脚之处 点了一杯咖啡 一坐就是一整天 直到景桥投地的设计口获得大奖 他们日后的生活才有了改变 听此 静言深觉得无地自如 这么多年来 自己心爱的女人遭受着如此的痛苦 她却没有帮上任何的忙 此时的白染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怒骨 就算那场绑架不是你指示的 那你敢说这一切和你一点关系没有吗 一个鲜弱的女孩 一步步被逼着成长为坚毅的母亲 而一切只因为那个男人 如果她没有向恶毒女孩求婚 景桥也不会独自漂流他乡 如果她没有强迫女孩 景桥又怎会遭遇如此不幸的人生 白染一脸怨念 你觉得自己还有资格来打扰景桥吗 此时的静言深犹如雨雷轰顶 这一切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看着男人沉默不语 白染转头就打算离开 然而景桥却突然把她叫住 那沙哑的声音中略带感伤 她赶忙转过头来 满脸疑问地盯着面前的男人 只见景桥满眼泪花 她询问是否有景桥和安安的照片 片刻之后 白染一脸沉默地走了回来 看到景桥迎面而来 她赶忙装出一副开心的模样 女孩赶忙询问景桥是否离开 白染刚想如实回答 可怕引起景桥的担心 她瞬间表现出强势的模样 并口口声声说 把景桥深打了一顿 她应该不敢再来了 景桥不由地一惊 你还真把她给打了 看到女孩这恍惚的神情 白染直接上来调侃 你不会心疼了吧 下一步就开始训斥了起来 你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吧 景桥也颇为无奈 此刻她脑子里一乱成了一团 白染一再安抚 她也决定好好地休息一晚 此时的屋外暴雨连连 白染默默地走到窗前 只见景桥深还在傻傻地等待 可以想到景桥可能会被她再次伤害 她也只能猛地拉上了窗 看着浑身湿透的景桥深 吴白悄悄地为她撑起了嘴 她极力地劝男人的怒态 因为景桥今天不可能再出来见她 男人一脸无奈 总有一天 她要让景桥重新回到自己的怀抱 男人的脑袋疼痛欲裂 昨天晚上的事情让她悲痛欲绝 每次想到景桥大出血 想到她为了生计在一箱刷盘子洗碗 想到她在鬼门关门前绕了一圈 她就懊悔不已 白染的怨恨的眼神还粒粒在目 在她的心中 自己俨然就是一个恶魔 为了释放自己的压力 她只能到酒吧买你 就这么一杯接着一杯 直到中午景桥深才缓缓地睁开眼 此时的叶绿一直守在她的身边 看到景桥深醒来 她便上前开始调侃 难道是在景桥那边踢到铁板了 她瞬间摆出一副资深的爱情专家 想当年那可是在万花丛中游刃勇余的存在 所以静大总裁 你要不要求求我呀 景桥深忽然变得沉默 半天也没有支出一声 叶绿瞬间变得甘大 玩火玩大了 烧到屁股了 忽然静延深缓缓地低下了头 她恳求叶绿为她出谋划策 男人却不禁笑出了声 景桥总裁也有低头的时候 然而她也说出了问题的所在 景桥既然已经知道了真相 但是依旧不愿意搭领你 一切只因为你过去把她伤得太深 作为一个恶魔 你把她牢牢地控制在手掌心 她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地消化 所以你现在要明白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那就是从今以后 你要时刻地守护在她的身边 不让她再受到丝毫的伤害 如果你能做到 那就勇敢地把她追回来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早日放手 大家都去寻找自己崭新的人生 男主想赢的女孩的原谅 却看到男佩将她带走 叶绿却不停地调侃 看来你没有机会了 殊不知裴绍婷已决定放弃对景桥的追求 她带着景桥来到了附近的咖啡馆 并还在为上次的事情向景桥道歉 裴绍婷故意告知被家里安排了相亲 她期望看到女孩紧张的模样 可景桥一脸淡定 丝毫没有看出半点惊慌 她不禁开始赞叹 面前的这个女孩始终没把她放在心上 景桥也不得不承认 她从始至终都没有过那样的想法 裴绍婷似乎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作为裴家的私生子 很多事情她都没有办法去抉择 如果景桥答应做她的女友 她曾考虑放弃一切去爱护她 如果拒绝 她就果断放弃 避免自己陷入那无尽的泥潭 看到男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景桥也不由地开心了起来 然而她却百思不得其解 裴绍婷作为帝国的总裁 她为何会看上自己 此时的男人却变得格外认真 还记得第一次见景桥 只见她独自安静地在一旁画画 那认真的样子真是惹人恋爱 看到了她和安安一起软耍 那活泼的场面就犹如一道阳光 那一次在景桥家一起享用晚餐 那温馨的画面让人无限向往 那也是第一次让她感受到家的温暖 此时的景桥也看出了端倪 男人对她的那份情感也许并不是爱 而是缺少家的温暖 毕竟爱是让人为之疯狂 是欢喜与伤痛病痛 而你却是如此的理智 似乎早就做好了心理的预设 男人这才恍然大悟 而她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她决定和女孩继续做朋友 景桥一脸安详地看着安安 她是多么期待能得到金言深的宠爱 忽然她感觉有点不对劲 一股浓烈的黑烟向她袭来 景桥赶忙起身并拨打求救电话 可消防人员却迟迟未来 此刻的安安还在不停地咳嗽 嘴里弥喃着好难受 景桥不由地慌了起来 得赶快离开这里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她拿着湿漉漉的毛巾捂住安安的鼻子 抱起她就冲向了楼梯间 当扭开房门的那一刻 她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只见熊熊烈火已蔓延了上来 把她和安安紧紧地困在其中 忽然玻璃突然碎裂 伴随着一阵汪汪的叫声 景桥瞬间反应了过来 是将军 将军围着景桥不断地打转 试图赶走来势汹汹的火焰 景桥也发现了不对劲 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都会被火焰吞噬 她赶忙把将军带进了屋 而此时的安安已经快要坚持不住 奄奄一息地叫着好难受 景桥果断地做出了决策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做点什么 如果把周围都弄湿的话 也许还能拖延一些时间 于是她将水一盆一盆地交向地面 然而这一切只是杯水车薪 一步步劳累 她直接摔倒在地 下一秒便不省人事 此时的景严深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的眼皮在不停地跳动 忽然她听到了电视里的一则集训 我是洛林小区突发火灾 目前有40人死亡 100人受伤 景桥不就住在那个小区吗 她犹如风了一样冲了出去 但随着一众急切的刹车收 她也到了破乱不堪的现场 可消防人员却死死地拦住了她的去路 心爱的女孩被困于火灾 景严深慌忙地赶了过来 可消防人员却挡住了她的去路 死活地不让她进去 男人抱着必死的决心 她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把自己的亲力救下 她抱着消防装备 坚定地朝里边走去 然而火势却越来越大 男人不停地叫喊着女孩的名字 她激动地打开了房门 却发现卧室里空空如影 男人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 难道他们已经出事了 突然卫生间传来了虚弱的口叫声 景严深立马反应过来 那是将军 没错肯定是将军 他疯狂地冲了进来 只见景乔和安安静静地躺在那 此时的景乔也似乎听到了动静 难道是他来了吗 片刻之后 女孩也缓缓地睁开了眼 景严深变得无比的激动 他终于醒过来了 景乔却一脸恍惚 他以为这一切直经仅是梦 景严深赶忙帮他们穿好了防护装备 下一秒就打算带他们离开 可景乔却迟迟不愿意走 因为将军还静静地躺在那 此刻他已经非常虚弱 然而景严深毫不犹豫地把魔女俩抱了起来 他看着一旁的将军 眼中充满了坚定 此时的将军也抬了抬头 眼里似乎也充满了信任 他疯狂向门外冲去 此时时间就是生命 庆幸的是景乔和安安顺利地被救了出来 男人赶忙转过身去 准备去营救将军 景乔却一把将他拉住 并叮嘱他一定要小心 看着男人消失的身影 女孩在不断地祈祷 祈祷他和将军能平安归来 男人缓缓地从火海中走了出来 女孩一脸惊喜 是他们 他们出来了 突然是屏风的一声 男人瞬间被火焰吞噬 景乔瞬间失去了理智 他疯狂地嘶喊着 就在刚刚 景严深独自一人再次犯血 景乔一脸的不舍 他叮嘱男人一定要活着回来 景严深一脸的笃定 他势必要把将军救出来 说着便直接朝大火中奔去 女孩却惶恐不安 他时时刻刻帮男人祈祷着 可过了很久 依然没有他们的消息 景乔瞬间不淡定了 他恳求消防人员去营救 可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 就在他失落无助的那一刻 他感觉到了一线希望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大火里缓缓地走得出来 他那颤抖的身体 似乎再也挪不动影 景乔刚想上前迎接 只惊讽了一手 一大片火焰瞬间将男人吞噬 等女孩再次醒来 一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静水墨已经在他的身边 照顾了好几天 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一脸急切地询问 静言生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静水墨却变得沉默 眼神中露出一丝凄凉 看到静水墨的神情 景乔也开始变得颤抖 他还在不停地追问 然而男人的一句话 让他直接猛了 如果大哥永远都醒不过来 成了植物人 你会怎么做 他猛地拔掉手中的点滴 就算他变成了植物人 我也会永远地陪伴在他的身边 不离不及 说着就亮腔地站起身来 迅速地朝门外跑去 此时的静水墨呆呆地站在原地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他依然还是放不下 看到男人沉默不语 女孩瞬间慌了起来 难道静言生真的变成了植物人了 他猛地拔掉手中的点滴 下一秒便冲出门去 听到护士说静言生还在镇正监护室 女孩瞬间就要崩溃 他疯狂地向楼上奔去 他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门前 心里的恐惧让他迟迟不敢向前 他轻轻地推开了一条风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显现在他的眼前 是林安亚 他在和谁说话 此时的女人正在发飙 医生告知安安是静言生的女儿 他一脸不可置信 当年那个小孩明明已经 还没等他说完 静言生直接告诉了他实情 女孩瞬间变得无语 当年所做的一切竟然功亏一篑 他愤怒地就打算离开 可却直接碰到了迎面而来的景桥 林安亚一脸的苦涩 嘴里还低语着你赢了 看到景桥的到来 静言生赶忙做起身来 女孩悬着的石头也终于落地 他心爱的男人安然无识 男人一脸的惬意 他告知安安已完全恢复 白染阿姨正在陪着他 将军目前也很稳定 只是还在宠物医院休养 等过几天就应该能完全康复 看着男人喋喋不休 女孩瞬间变得心疼 他一直在关心别人 却忘记自己是最严重的那种 此时的景桥泪流不止 如果男人真的出事了他该怎么办 静言生轻轻地帮他擦拭着泪水 他发誓一定会做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 要一生一世地守护在他们的身边 伴随着一阵优美的雨夜 景桥身着婚纱缓缓地通远处走 众人们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有情人也终于成了眷属